我十一岁那年 我娘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 而在这之前 我爹已经亲手溺死了四个女婴 我这迟来的弟弟被爹娘寄予厚望 乃至觉得寒酸的家境配不上他们金贵的儿子 逼着我卖身为弊 进了定远侯府 我背着一个小包裹离了家 里面只有两块饼姿和一套换洗的衣物 高门大屋 庭院深深 一待就是十年 我伺候的主姿是侯府的四小姐 比我小六岁 四小姐虽是数初 但她的生母徐氏有倾城之姿 深得侯爷喜爱 她也跟着沾了光 衣食用度都是最好的 那时四小姐年幼 天真烂漫 单纯到有些发傻 她很依赖我 一口一个宝儿姐喊着 常与我同吃同住 令其他丫鬟眼红 宝儿 是她给我取的名字 我原本的名字叫赵早妖 隐瞳早妖 我的生生父母 一度认为我占了他们生儿子的份额 殷切地盼着我赶紧夭折 我在侯府不愁吃穿 还攒了一笔银子 顺便一提 这些年 我一分钱都没便宜我爹娘 我爹来闹过 但我买通了府里的一位人高马大的家丁大哥 让他戴着棍子把我爹堵在了巷子里 放了一通狠话 我爹欺软怕硬 被这熊一样的家丁大哥吓破了胆 自此再也没找过我的麻烦 全当我死了 在侯府的日子曾经很快乐 令我一度忽视了在这深宅大院中 最经不起考量的就是人心 四小姐十五岁那年 侯爷给她订了一门亲事 许下了梁尚书家的二公子 四小姐好奇这位梁二公子的长相 派我打听其行踪许久 终于成功安排了一场偶遇 梁二公子生得仪表堂堂 温和儒雅 与四小姐相见恨晚 互诉中常后 送了她一只桃花簪 那簪子不是什么稀罕物 我在西巷的首饰铺子里瞧见过 可少女怀春 无处话相思 四小姐把这桃花簪看得比命重 天天握着簪子对镜偷笑 结果没多久 桃花簪不见了 四小姐认定是我偷的 赏了我三十大板 我被当众吞下裤子 趴在了长凳上 板子实打实地落下 像是用刀背拍打案板上的肉线 发出一道道闷响 小姐坐在屋内 侧身对折我 阳光照不进屋内 她的双手藏在桌下的阴影里 抖得厉害 我俩之间只隔着一道门槛 却如隔天欠 那天我没认罪 也没求饶 生癌了十几板子后 昏了过去 四小姐到底没忍心打死我 让家丁们停了手 但此事终归传得不太好听 最后 侯府的长公子做主 把我竹出了府 四小姐给了我一百两银子 又补偿般地消了我的奴籍 还了我自由身 我算是因祸得福 带着一身的伤和满满当当的银子 来到了岁州的平安镇 开了个茶寺 一晃五年过去了 侯府中的种种 已成虔诚往事 那些个笑过的 哭过的日子 也渐渐退了色 恍若黄凉一梦 然而一天夜里 我刚关了店门 忽然听得门外有人换我的名字 扒着门缝一看 白惨惨的月光下 一女子紧紧抱着包裹 浑身湿漉漉地 活像个水鬼 她高了 瘦了 发际飞散 衣衫上满是泥点子 在无往昔的风光 可我仍一眼认出 她就是我看着长大的侯府四小姐 卫宁瑶 卫宁瑶似是怕极了 不停东张西望 颤颤巍巍地喊着 宝儿 宝儿 求你开开门 救救我 万籁俱寂 她的声音在空荡的大街上显得格外清晰 我的手搭在房门上 心跳如雷 迟迟没有打开门飞 我本以为自己早就释然了 然而如今 再见卫宁瑶 回忆骤然如潮水涌上心头 压得我喘不过气 依旧是一人在屋内 一人在屋外 只不过哭的人变成了她 她很快拖了力 顺着门一点点跪了下来 断断续续地抽气着 像极了快要断气的猫崽子 我终于忍不住打开了门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喉间耿着千言万语 却一句都说不出口 只默默让出了一条路 示意她进屋 烛光昏暗 我与她对坐桌前 她仍在发抖 抓着包裹的手用力道直接泛白 凉酒后 她突然眼面失声痛哭 语无伦次地说 宝儿 我被休了 他们都要我死 我从她破碎的话语中 拼凑出了原委 在我离府后的第二年 她如愿嫁给了梁二公子为妻 还带上了身边的丫鬟毕桃当陪嫁 然而 没多久 毕桃就爬上了梁二公子的床 还有了身孕 魏宁瑶再气恼 也根本挡不住毕桃母平子贵 一步步被抬成了妾室 于是 她迫切地想要个孩子 喝了一碗又一碗的苦药汤子 软硬兼施地想让梁二公子多留在她的房里 可她的肚子迟迟没有动静 时日一长 梁二公子到底厌倦了她 接下了谦谦君子的假面 露出了贪色薄情的真面目 一个又一个新人进了府 个个有姿色有手段 哄得梁公子心花怒放 将正妻抛之脑后 更雪上加霜的是 她的婆母也愈发看不上她 一是她无所出 二是她性子软弱 震不了后宅 婆母将梁二公子沉迷美色 荒废学业全怪在了她身上 隔三差五就要敲打她 魏宁瑶郁闷无助 想与人倾诉 却后知后觉地发现 身边早无可用之人 她的娘家 定远侯府 成了她最后的靠山 然而 半年前 恶号传来 魏宁瑶的生母徐姨娘与马仆有染 被侯爷捉奸在床 侯爷盛怒之下 命人将其乱棍打死 魏宁瑶得闻此事时 徐姨娘已经成了乱葬岗里的一捧枯骨 紧随其后的 是梁家的一纸修书 她嫁入梁家五年 林了如丧家之犬 被踢出了府门 连细软都没来得及收拾 只带走了几件就首饰 定远侯府 不要她这个丢人现眼的女儿 扔给她一条白领 让她自行了断 可她才二十岁啊 她还不想死 于是 她逃了 用了最后的磅身钱 一路磕磕绊绊地找到了这座小镇 来投奔我 我听到此 只默默端来了一盘糕点 看她迫不及待地抓起塞进嘴里 终于问出了口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呢 为什么你会来投奔我 为什么你认定我会留下你 为什么你觉得 那只桃花簪是我偷的 魏宁瑶愣住了 嘴里含着糕点 怎么都咽不下去 眼泪大磕地砸在桌上 声泪俱下地忏悔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我该带着你的 不该是碧桃 该是你的 我怕你跟我抢二郎 才 她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 当年徐姨娘主义让我当魏宁瑶的陪嫁丫鬟 在徐姨娘看来 我是侯府中为数不多真情实义护着她女儿的人 入了梁家 也会成为魏宁瑶的左膀右臂 可碧桃趁机嚼舌头 说是我的模样不赖 还岁数大 心眼多 都能哄得挑剔的大夫人心花怒发 全然不顾大夫人跟徐姨娘一向不对付 怕不是要跟主子争宠 这话在魏宁瑶心里埋下了疙瘩 于是 她瞒折我 带上碧桃 又偷偷撕毁了梁二公子一次 想探探口风 岂料梁二公子突然问了句 一直跟着她的那个高个子小丫鬟哪儿去了 魏宁瑶如临大敌 回到府中茶饭不响 左右接受不了我与她共事一夫 在她看来 我定然是借着传信的机会 跟梁公子眉来眼去了 她一向待我不薄 我却背叛了她 令人不迟 于是 她想了个高招 那便是污蔑我偷了东西 只要我有了污点 就再也没资格当她的陪嫁丫鬟 登梁家的高门 我后悔了 我真的后悔了 魏宁瑶气不成声 我不知道三十板子会打死人 我也不知道 长兄他会执意将你赶出府去 我良久无言 只觉得荒唐极了 不知道 好一个不知道 我在挨那顿板子的时候 一直在想究竟是谁陷害了我 我怀疑了很多人 唯独不愿意相信这是魏宁瑶的沙威棒 可等我被逐出侯府 魏宁瑶又追上来塞给我银票以及我的身器时 我就明白了 她早就知道我是冤枉的 她心中有愧 十年啊 我们朝夕相伴整十年 她是我的主子 我的小姐 也是我的命根子 眼珠子 我看着她长大 把她捧在手心里 小心呵护着 她会在我生病时落泪 会在旁人苛责我时 义愤填膺 她还会甜滋滋地喊我 宝儿姐 与我亲密无间地坐在石阶上分一块点心 雷雨夜时抱着我的胳膊酣睡 有什么好东西都会第一个想到我 她像是上天给我的恩赐 令我无法自意地从她身上谋寻佳人的影子 我曾对她推心致富 我能毫不犹豫地为她去死 结果到头来 她为了一个只见过几面的男人 就气了我 你现在叫我怎么办 想着你已经过得很惨了 也算遭了报应了 然后与你重归于好 把你好生请进家来 继续当伺候你的小丫鬟 怎么可能呢 我若是这般轻而易举地原谅你了 我这条命就更轻贱了 仿佛我依旧是爹娘嘴里的赔钱货 活该早腰的杂草 被弃如必喜的剑壁 配不上宝儿这个名字 可 不是这样的 也不能是这样 我半生流离 却不曾行刹踏错过半步 只图以真心换真心 我不该被如此对待 我只留了为宁瑶一碗 天亮后给了她一些银子 让她自己讨活路去 这几年不太平 陛下屡屡削翻 惹得各地平起叛乱 今天这个猴返了 明天那个王又开始招兵买马了 我为了打点割禄英雄好汉花光了积蓄 着实拿不出太多钱了 但倘若魏宁瑶能省着点花 找个江喜之类的活 足够她过上大半年 魏宁瑶抹着眼泪接下银子 形单影只地离去 不时回头望一眼 见我始终没有挽留她的意思 落寞地加快了脚步 消失在街口 这时 我店里的伙计来了 一边擦着桌子 一边好奇地问 掌柜的 那姑娘是您什么人哪 瞅着不像咱平安镇上的 我轻描淡写地说 是我远房表妹 我与她并不熟络 给点钱打发了 其实 我有些在意魏宁瑶是怎么找到我的 毕竟我只是在很多年前 无意中与她提了一嘴平安镇 平安镇是我祖母的老家 幼时 我娘没有奶水 我爹又嫌我是个女儿 甚至不愿多看我一眼 是祖母用一勺少米糊把我喂大 将我搂在怀里 哼着歌哄我入睡 祖母是远嫁到北方的 他说 他出生在一个叫平安镇的南方小镇子上 平安镇原本很穷 但自打他被化尽了五威将军沈承音的实意 就行了大运 五威将军亲自带着百姓们种茶叶 修和渠 令家家户户足食封衣 祖母年轻时 最喜欢做的事 就是跟一群彩茶女跨着茶老 踏着歌 在山明水秀间取下染满沉露的心芽 祖母操劳了一辈子 最终积劳成疾 早早去了 林了仍念叨着这回不去的故乡 于是我决定替她回到这里 开启茶寺 如若世上真有魂灵 但望清明为魂隐 故人入我梦 魏宁瑶的到来像是吹落茶水中的树叶 我将她挑出 这事就可以先天了 可我心里总忽忽悠悠的 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 仗算错了好几次 最后泄气地把算盘一扔 喝点小酒早早歇下了 那只祸不单行 第二天一大早 我刚出门伸了个懒腰 突然瞥见一辆马车缓缓驶来 四面以丝绸装裹 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须余 马车停在了茶寺门前 一位身着青衫的公子下了马车 待我看清那公子面容 顿时如遭雷击 僵在了原地 是定远侯府的长公子 魏元红 四目相对 我已避无可避 不由紧张到鹅角冒汗 魏元红却平静如初 不动声色地打量了我一瞬 轻声道 掌柜的 要一壶明前茶 一颗软松糖 我硬着头皮将它迎入屋中 张若伙计赶紧去买软松糖 魏元红靠窗坐定 咬者折扇 眸光始终定在我的身上 闽纯似笑非笑 待我忙不迭地将茶水端了上来 她忽然问我 宝儿姐 你见过宁瑶了吧 我手指一抖 强吻下心神 为她侦查 四小姐吗 多年未见了 魏元红却笑出声来 语气颇为无奈 你果然还是如此 罢了 说着 她拿出一定硕大的银子放在桌边 拜托了 我看着那闪闪发光的银钉 顿赶一个脑袋大成了俩 心想 这对魏氏兄妹可真是盯折我一人祸害呀 我招谁惹谁了 魏元红比我小两岁 可她天生聪慧 性子沉稳 说起话来慢调思理 反倒像是我的长辈 直到有一天 出了一桩小事 那年 京都爆发了十亿 我为了防患于魏氧 煮了一大锅能散寒强体的草药汤 让魏宁瑶喝 她贤苦 被我追得满浮跑 就是不喝 恰巧一脑袋撞上了偶然路过的魏元红 吵着让她平平理 那只魏元红为了教导魏宁瑶良药苦口 直接拿过药碗 豪迈地一饮而尽 魏宁瑶目瞪口呆 只能学着她的样子 又成了一碗猛地灌进嘴里 苦得跺脚掉眼泪 我急忙拿出一颗软松糖 塞进她嘴里 这是她最喜欢的糖果 我的袖子里时常背着几颗 一旦她闹小脾气 就拿糖果哄她开心 魏宁瑶吃了糖 终于舒展了眉头 我刚想夸她几句 就听魏元红突然颤声说 宝儿 也给我一颗糖 然后不等我反应过来 她扶着树蛙地吐了一地 许是因为被我看到了难堪的样子 从那时起 这位魏大公子在我面前不装了 时常跟着魏宁瑶一起喊我 宝儿姐 狐狸似的眯着眼 笑看我羞红脸 可当初也是她执意要将我逐出府 哪怕大夫人都于心不忍 说我在侯府待了十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她依然命人把我扔了出去 我着实想不通 自己何时得罪了她 但不得不说 若不是她将我撵出府 我哪能过上如今的自在日子 这银子我不能收 我断然拒绝 魏大人 蜀公不受禄 魏元红凝视着我 眸光炯炯 透着一抹怀念 令我浑身不自在 良久 她低叹一声 罢了 能见到你 我就满足了 等我忙完公务 再来与你商议 一件要事 说罢她起身离去 桌上的茶分毫没动 杯中的茶叶随着屋外的马车远去声微微摇晃 我发了好一阵子的呆 直到买糖的伙计回来 才意识到刚刚不是在做梦 难不成 当初她是故意放我走的 我坐下 就着茶水吃着软松糖 心想 若真是如此 我还欠魏元洪一声谢谢 哪知我这乡还没感慨完 就听我那伙计突然说了句 哦 对了 掌柜的 我刚买糖的时候 看见你表妹了 她不知怎地 跟不垫的和掌柜起了争执 被打了好大一个嘴巴子 坐在地上嗷嗷哭 则 可怜见的 我顿时被噎得咳嗽不止 好玄梅丢了老命 不是 这卫宁瑶刚来平安镇一天 就被人打了 她是一种很容易倒霉的大小姐吗 我发誓我只是好奇 想去凑个热闹 等我拨开人群 来到布店门前 布店的女掌柜正指着卫宁瑶 骂得吐没星子横飞 臭不要脸的狐媚子 怕不是从哪个瑶子出来的吧 跑我们平安镇勾引男人来了 卫宁瑶坐在地上 脸上顶着个红彤彤的巴掌印 哭得梨花带雨 半天只憋出一句 你 你血口喷人 这女掌柜叫何莲 确实不是个讲理的人 她生得高大 干起活来是一把好手 可惜天公不作美 她的右脸上有一大块青色胎迹 令她成了许多男子和顽童口中的青面夜叉 何掌柜的夫君是入赘的 名叫刘大 她俩只有一个女儿 随了何掌柜的姓 叫何小花 今年十二岁 被何掌柜宠若掌上明珠 早早送进了私塾 然而 刘大却不是个安分的 她身材短小粗胖 平日里游手好闲 还好色 看见个女的 眼珠子就粘在了人家身上 浑身上下透着龌龊 可就这么个人厌狗闲的男人 在何掌柜眼里竟成了天仙 她固执地觉得 都是外面的女人 在勾引她家夫君 跟只护仔的老母鸡似的 扑扔着翅膀 敌视所有女子 久而久之 没几个女人敢去她家布店买东西了 布店生意不好 何掌柜就更加暴躁 街边的母狗都得被她踹一脚 也就是说 魏宁瑶这是在整个镇子上 精确地找到了一家最不该沾边的 惹了一身骚 何掌柜越骂越起劲 仿佛魏宁瑶真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 然而 我听了一耳朵 发觉魏宁瑶只是在布店门前站得久了些 问刘大布店招不招短弓罢了 围观的百姓们议论纷纷 不乏有人露骨地对魏宁瑶平头论足 魏宁瑶无措地左顾右盼 撞四想找人替她作证 神色惶恐 那些个吐墨星子像是一把刀 活寡了 她这自幼被教导三从四得的大家闺秀 最终 她绝望地一跃而起 冲着不远处的木头庄子一头撞了过去 我看不下去了 挡在木头庄子前按住了她的脑袋 骂道 不争气地蠢东西 想死死远些 别见我一身血 她猛地抬起头来 惨白的小脸迅速占红 裂开嘴挖地哭了出来 宝儿姐 她 她 闭嘴 我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哭哭哭 我的财气都要被你哭没了 我怎么教的你 你全忘了 嗯 魏宁瑶战战兢兢地捂住了嘴 憋得一抽一抽 我撸起袖子 冲着那正插腰使横的何掌柜 一个剑步 抡圆胳膊 照着何掌柜那半张好脸扇了下去 何掌柜被我打得啊的一声躺在了地上 左脸红右脸青 当真是岔子烟红 我活动了一下手腕 贴向看傻了的魏宁瑶 我再教你一次 这回你给我记住了 这世上没什么比活着更要紧的 倘若真活不下去了 也不能空手走 人来世上一趟 不是为了吃亏的 先把仇人宰了 再到阎王爷那儿讨公道去 而后 我轻轻嗓子 气韵丹田 先指着缩在人群里的刘大骂道 呸 就你这种烂泥地里的矮窝瓜 歪嘴破坛鱼 成了二两尿 倒是洒出来照照 别看见个女的就躺着哈拉子凑近乎 你配吗 然后对者跳起来 想还击的何掌柜又是一巴掌 瞎眼瞎心的傻老娘们 也就你把这歪瓜裂枣当成个宝 天底下男人死光了 没男人活不了了 养他有个屁用 养条狗还能看家护院呢 养他只能丢人现眼 我可不是想替魏宁瑶出头 而是忍何掌柜和刘大许久了 前年我去他家布店买布 刘大竟趁着何掌柜不在 问我独守空房记不记没 还想摸我的手 气得我抬脚踹得他满地滚 哪知刘大事后倒打一耙 跟何掌柜说是我勾引他 何掌柜这没脑子地跑来砸我的茶寺 我们两家的梁子也就这么结下了 所以 择日不如撞日 来都来了 总得骂爽了再说 我跟何掌柜打得昏天地暗 飞沙走时 无人敢拉架 刘大那个大窝囊肺当起了缩头乌龟 而魏宁瑶这个小窝囊肺只只捂着心口悲淒地喊 别打了 你们别打了 宝儿姐 最终 这场战役以我揪下了何掌柜的一撮头发 他扯烂了我的袖子而告终 衣服随时能重做 头发可得养上一年半载 是我赢了 我趾高气扬地得胜而归 魏宁瑶在我身后小步紧跟着 一路跟到茶寺门前 我诧异地回头问他 你跟着我做什么 他的大眼睛忽闪着 满是讨好的意味 赵掌柜 你却不缺长工 我不要工钱 管吃住就行 我被气笑了 你这种养尊处优的大小姐能做什么 他的眼眶又红了 可怜巴巴地哀求道 宝儿姐 你行行好 留下我吧 我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 又得罪了人 我怕他们欺负我 宝儿姐 我给你当牛坐马都行 她哭得我恼人疼 堵住了所有拒绝的话 我忽然想起了许多年前 侯府里养的一只猫 那是只黄色的小猫仔 被母猫抛弃在了侯府附近的巷子里 恰巧被散学归家的魏元红桥剑 抱回抚养在了书房里 其料有一天 侯爷也不知发什么邪火 非说魏元红养猫是玩物丧志 趁他不在家 拙人把猫丢了出去 魏元红回来后也没多说什么 可有一次 我出门买东西时 无意中瞧见他在附近的小胡同里翻开杂物 小声喵喵叫着找猫 一抬头与我对上了视线 顿时尴尬到战红了脸 可惜 他终究没能找回小猫 当年冬日 我在侯府的后巷子里看到了小猫的尸体 它瘦骨鳞循 身上还有被野狗啃食的痕迹 我偷偷把小猫的尸体抱了回来 魏元红在书房外的大树下挖了个坑 把小猫葬了 还陪葬了一个藤球和一把鱼竿 那天 魏元红的表情始终是淡淡的 只是等埋完小猫后 他突然问我 宝儿姐 你说 这黎奴在外头都能活得好好的 怎么就它活不下去了呢 我答 因为外面的是野兽 家里的是家畜 家畜到了外面 活不下去的 想至此 我郑重其事地对魏宁瑶说 魏宁瑶 你要明白 我不是你的丫鬟 你也不是我的小姐了 你可以跟着我 但我不会惯着你了 身宅大院里出来的女人 大多都被驯服成了家畜 一旦离了家 就会令无数野狗伺机而动 将她分食 我到底动摇了 想着 魏宁瑶曾给了我安乐富足的生活 哪怕最终落得两两难堪 那十年的好日子也是真的 而且 同为女人 我应当拉她一把 起码叫她渡过寒冬 于是兜兜转转 魏宁瑶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在茶寺打杂 她坚不能扛手不能提 但确实想尽所能做些事情 一大清早 她提了一桶水 亮亮呛呛地往后院走 就这么点距离 她歇了三四回 还洒了半桶水 店里的伙计看不下去了 赶忙抢过水桶 魏姑娘 你这活干的 不如不干 魏宁瑶的鞋袜全湿透了 尴尬地搓搓脚 小心翼翼地看向我 我坐在柜台后 冲她一招手 开口问道 还记得怎么打算盘 看账本吗 她正住 迟疑地点点头 记得一点 但是五年没碰算盘了 我又问 我记得 你会得一手好丹青 不知生疏了吗 她面露尴尬 已经许久不话了 那师父呢 我微微醋眉 茶花 焚香呢 魏宁瑶恨不能将脑袋埋进胸脯里 宝儿姐 自打我嫁入梁家 琴棋书画全都荒废了 我 也没时间读书 我打断了她 那你终日忙什么呢 执掌中愧 还是打理你的陪嫁铺子 她心虚地支吾着 中愧是大嫂嫂在管 我 我忙着 忙着 她说不出口 可我已能猜出一二 无非就是忙着喝药汤 被婆母挑礼 坐在屋里背春闽秋 听后院里的小妾们锅灶 然后等她那便宜夫君回来 求她赐个孩子 我将算盘推给她 明天之前 把这半年的账算完 我会来查 一处错处 扣一日工钱 她脱口而出 我不行 为何不行 我不悦地皱起眉头 当姑娘识做的 嫁了一次人 就做不得了 没这种道理 不行 不可以 不对 诸如此类的话 在她嫁作人妇的这五年里 定然听了不少 以至于把她从内到外淹入了胃 现在 该给她散散胃了 魏宁瑶熬了一夜 终于把账算完了 坠坠不安地交给我 我大致翻了翻 觉着没什么大纰漏 随口夸奖了她一句 这不是做得很好吗 当年 夫子常夸你聪慧 话没说完 魏宁瑶突然又开始稀溜稀溜地哭鼻子 已经许久无人夸奖我了 我撕了一声 转身拿来软松糖 吃吧 奖励你的 她顿时感动到 哭出了吭哧吭哧的猪叫声 宝儿姐 你还记得我爱吃这个 我急忙摆手 打住 这可不是特意给你买的 前些天你大哥来了 让我照拂你 还想留银子 我没收 魏宁瑶愕然 她 她能有着好心 不对 她怎么知道我来这儿了 我哪知道 说实在的 我也觉得依着魏元洪的性子 她确实不像为了魏宁瑶特意跑一趟的人 魏宁瑶一脸往嘴里塞了三四颗糖 塞帮子鼓鼓囊囊地对我说 宝儿姐 我是不是有点用了 你能叫我留下来了吗 我冷笑一声 这才哪儿到哪儿 收拾一下 跟我出去采买 近来南方平降暴雨 梁价涨了不少 若是再起个战事 怕是得饿死人 我得防患于未然 我带着魏宁瑶连跑了三个集市 临回来时 她拖着一小袋梁 招魂似得有气无力地喊我 宝儿姐 我 我不行了 我左肩扛着一麻袋面 右手提着一筐菜 恨铁不成钢地瞪她一眼 女人怎么能说不行 不行也得行 这时 街口突然掠过一对人马 马蹄纷乱 溅起一片泥点子 我俩下意识地抬头望去 发觉队伍最前方的正是魏元洪 她骑着高头大马 神色严峻 魏宁瑶连忙藏在了我身后 探头探脑地小声嘀咕 怪不得呢 她肯定是有功务在身 顺便来找我 我可不敢跟她回去 我则更加疑惑 平安镇可是个小地方 能有什么事值得这般兴师动众 不料 一日清晨 还真传出了她天的大事 不得了 掌柜的 坏了坏了 五威将军府被抄了 我刚起床 被店里伙计这一嗓资金丢了魂 愣了好一阵子才追问道 什么罪 伙计慌张地说道 听说是谋逆叛国的大罪 我失魂落魄地扶桌坐下 当年 我祖母时常说 五威将军沈承因是个好官 百姓们也都对他敬爱有加 怎么会这样呢 魏宁瑶也唏嘘不已 五威将军可是军功卓著的重臣啊 怎么突然就倒了 莫不是朝中又有什么大变数了 果不其然 五威将军获罪 只是风雨欲来的前兆 平安镇山高皇帝远 我们过了三个多月才得知 太子轰事了 陛下子嗣不疯 对太子寄予厚望 太子的粗然轰事对他而言无疑是一记重磅 促使他近乎癫狂的肃清朝野 想给年幼的皇太孙铺路 这才牵连了老臣五威将军 于是 那些个蠢蠢欲动的侯和王又要造反了 其中以皇四子晋王游慎 打着清军策的旗号 公然起兵 不巧的是 晋王的兵正在岁州一带 这可就苦了岁州的平民百姓们 晋王先是抢争粮草 后又抢争兵 不少人脱家携口地想离开岁州 可晋王不放人 关了城门 又派士兵在必经之路上设了哨卡 估摸着是想拿老百姓当人质 令朝廷不敢下令强攻 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晋王争了撞兵 就连刚到马肚子高的刘大都没落下 何掌柜带着闺女哭天枪地 满街打滚 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刘大被抓走 我殿里的伙计想逃 结果被晋王的部下堵着必经之路给抓了 和其他仕途逃离的男子拴在一起 绑在马屁股后头 由当兵地牵着游街 路过茶寺时 小伙计哭喊着 求我救他 被马鞭抽得皮开肉绽 我没能耐救下他 唯一能做的 是给押送他的几个兵塞了银子 恳求道 几位兵爷 他是个老实人 就糊涂了这一次 求你们饶他一命吧 那些兵收了银子 贼兮兮地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嬉笑者把绳子松开 行 给你这女掌柜一个面子 伙计到底被带走了 但好歹暂时保全了一条性命 我关了茶寺 用木板和桌椅挡住门窗 幸好店里囤了不少粮食 不出意外的话能撑上一阵子 夜里 尽王兵出来偷鸡摸狗了 依稀听见犬肺 以及妇人的哀求啼哭声 魏宁瑶缩在屋内 战战兢兢地听着外头的兵荒马乱 彻夜不敢安睡 捂着耳朵喃喃自语 晋王 输了才好 乱臣贼子 人人得而诛之 突然 他又话风一转 泪如雨下 我果然命带不详 丧母 吴子 如今又引得灾祸上门 我 我何该被人羞弃 我当即抬手给了他一个清脆的脑瓜崩 骂道 你脑子里尽马尿了 这话谁跟你说的 你那前夫 照这么讲 你出阁前 何家安康 你哥高仲 府里的姨娘 一个接一个的声 可等你嫁进梁家 或是接踵而至 这到底是你的问题 还是他们梁家是西福运的魔窟 为宁瑶愣住 乍巴之眼琢磨了半天 傻乎乎地喃喃着 对 对 哦 我冷哼一声 我早就警告过你 梁家不是好去处 梁二更非梁人 让你多加斟酌 你倒好 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魏宁瑶急忙辩解道 不 不是的 宝儿姐 我 我只是一时糊涂 滚犊子 我来了脾气 转过身去背对着她 她小心翼翼地挠了挠我后背 我耸了一下 她便缩回首 不敢吭声了 歇到后半夜 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魏宁瑶吓得一机灵 紧贴在我的后背上 我推开她 举着柴刀 捏手捏脚地走向房门 我没敢点灯 借着夜色 依稀可见门外有两道黑影 敲门声不疾不徐 听上去不像是那群打砸抢的兵匪 我扒着门缝 刚要往外看 就听屋外人低声道 宝儿姐 是我 我急忙推开门 魏元洪带着一名侍卫 正站在门外 见到我后 当即摸出一枚腰牌 不由分说地塞进我手里 说 这是魏家的腰牌 若有人为难你 报我的名字 此外 我在客栈中留了人手 他们也认这腰牌 我急声追问道 岁州不安全 你有没有法子送我们离开 魏元洪面露愧色 对不住 宝儿姐 我没想到战火会烧得这么快 牵连到你 安心 很快就结束了 这话 意味着他并不打算将我和魏宁瑶送出去 我又问 那你呢 你能全身而退吗 他强挤出一抹笑来 不用担心我 过几日 我会着人送吃穿来 我无奈地点点头 好 我会照看好魏宁瑶的 他神情微僵 语气也生硬了许多 人个有命 宝儿姐 你顾全自己就好 魏元洪没有多逗留 步履匆匆地离去 魏宁瑶捏手捏脚地走出来 声若细闻地问 宝儿姐 掌兄他没说要绑我回去吧 我摇摇头 忽然想起了什么 盲问 定远侯府跟晋王的关系如何 魏宁瑶一将 如实答道 前年 三姐姐嫁给了晋王柿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 也就是说 现在定远侯府跟晋王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怪不得魏元洪会出现在这里 也怪不得他不想将我们送出去 岁州内是晋王的天下 他占了晋王党 自是觉得留在岁州最安全 只是不知晋王叛乱 以及五威将军的获罪 有没有魏家的手笔 倘若有 我不敢多想 朝堂上的事 我知之甚微 可我亲眼所见 晋王的部下活脱脱一群城湖射数 而带出这样的冰的晋王 能是好人吗 到了后半夜 魏宁瑶到底撑不住 他在桌上睡着了 睡得很不安稳 眼角悬着泪 小声呢喃着 娘 娘 别打我娘 我叹了口气 如当年一般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驱走梦魇 我终是心软了 她是我宠了十年的小姑娘啊 我总是忍不住偏袒她一些 数日后 大街上恢复了平静 只是少了青壮年们 冷清了不少 魏宁摇起了个大枣 殷勤的满屋子乱窜 一会儿算算账 一会儿整理一下架子 我这个雇主莫名声出些风水轮流转的快意 翻出瓜翘着二郎腿 刚想哼个小曲 就听啪叉一声 放在架子上的瓷瓶 被魏宁瑶的袖子扫落 摔了个粉身碎骨 魏宁瑶无措地看着满地的瓷片 弯腰伸手就要剪 我大惊失色 愉悦而起抓住她的手 脱口而出 小心手 转念一想 不对 我担心她干嘛 芒鼠落道 瞧你这袖子 也不知用盼驳绑一下 她倒是听话 当即挽起了袖子 上头竟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细长疤痕 我心间一跳 这是怎么弄的 她念如道 这是婆母训诫我 我顿时恼火不已 训诫 打成这样是训诫 你犯了天调了 她怯懦地攥着衣袖解释 是我不好 是我没管好后宅 魏宁瑶说 她那前夫的某个小妾有了身孕后 婆母命她悉心照料 结果她照料了没几天 小妾的孩子落了 婆母疑心她是阴度生恨 故意谋害梁家的子嗣 罚她跪了三天的祠堂 还命她露出双臂 用竹条狠狠抽打 我听得目瞪口呆 你堂堂侯府小姐 就任他们这般搓磨 魏宁瑶不由潸然泪下 自打我嫁入梁家 我受了怎样的委屈 我爹都充耳不闻 梁家见人下菜碟 待我愈发恶毒 宝儿姐 我不明白 我年少时 父亲他分明对我很好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火冒三丈 声音陡然拔高 既然如此 你为何仍觉着挨打是你自己的错 你是被打坏脑子了吗 魏宁瑶瑟瑟发抖地低下头 喊着背 像是支落水的鞍唇色缩着 五年的光阴 就能叫明媚开朗的高门小姐 成了这副唯唯诺诺的模样 不得不说 他的父亲定远侯 做了一笔精明的买卖 他在女儿年少时 给了他一点廉价的偏爱 叫他生出如牧之心 以至于他 无论受了多大的委屈 仍觉得父亲是自己的靠山 只能小心翼翼地讨好着 于是我决定残忍地戳破他的错觉 陈生说 你爹真的对你很好吗 你自己好好想想 他只是给了你好吃好穿 但当你和你的树兄弟们一同犯错时 他永远偏袒儿子们 你对他而言 只是一块肉 在你出嫁前 他叫你学琴棋书画 把你养得漂漂亮亮 只为了让你这块肉能代价而辜 等你上了桌 他就无所谓你的死活了 只想让客人吃得尽兴 为宁瑶面上的血色一寸寸退去 嘴唇吸动了半天 终究没说出反驳的话 只是颓唐地问 我该怎么办呢 我没有家了 我解开领口扣子 撤开衣衫 给他看左肩上一道明显的疤痕 你忘了吗 我告诉过你的 我八岁那年 我爹醉酒后毒打我娘 我去拦者 被他一刀砍在了肩膀上 我娘趁机跑了 根本不顾我的死活 事后 他俩也只是庆幸于 幸亏没砍死我 不然就少了个干活的 从那时起 我就知道 我没有爹娘 牲扣尚之嗜毒情深 他俩连牲扣都不如 怎配做我的爹娘 说着我哼笑出声 一点点系好扣子 家 要什么家 听什么教导男子 要成家立业 到了女子 就只剩成家了 立业呢 立业被狗吃了 我落在哪儿 就在哪儿生根 押唤我当得 掌柜我也当得 魏宁瑶擦了擦眼泪 眼中添了些许光亮 宝儿姐 我能行吗 我不似你勇敢 我毫不留情地接了老账 你挺勇敢的 三十板子说罚就罚了 你若能把对我的狠劲 用在别人身上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狠人了 魏宁瑶惶恐地摆遮手 我 我 我这不是叫停了吗 打在你身上 疼在我心里 我翻了个大白眼 别扯这没用的 如果我捅你一刀 只捅了个半死 是不是就不算你的仇人了 他哑口无言 心虚地低头看向脚尖 我暴毙冷笑 这花瓶的钱 在你宫钱里扣 来日方长 你且听使唤吧 现在晋王和朝廷打得热火朝天 把能封的路都封了 生意是做不成了 好在我还有这么一座屋子 后院空出来开辟个小菜园 自给自足 应该能撑下去 我教魏宁瑶翻地 浇水 施肥 他的双手娇嫩 没多久就磨破了皮 闪着泪眼 举到我眼睛底下 见我默不关心 垂头丧气地自己涂了药 忙活了一上午 小菜园渐渐成了样子 休憩时 我熬了清活解毒的绿豆汤 给魏宁瑶盛成了一碗 他手藤端不住碗 又嘟着嘴冲我撒娇 意思是让我喂他 我眉毛一横 他的一放碗 他顿时被吓得一机灵 也顾不上大家闺秀的礼仪了 趴下身子 小口咬着喝 我趁机提醒他 这样的日子 才是平民百姓的日子 你以后还要过很多年 你若愿意 就留下 不愿意 趁早跟你大哥求情 让他把你带回京都去 养在庄子上 他顿时花容失色 急声道 宝儿姐 别撵我走 这样的日子虽然累了些 但是值得 院子里的菜是种给自己吃的 我多做些事 能将日子变得更好 不像先前在梁家 事事以夫为天 他们说好 才是真的好 无人在意我过得怎样 我满意地点点头 不错 你总算有点长进了 话音刚落 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有人喊着 赵掌柜 我想跟您借点凉 我打开门 就见何小花跨着篮子 拘谨地冲我作衣 赵掌柜 之前多有得罪 你行行好 我跟我娘已经饿了三天了 何小花是个懂事的姑娘 先前何掌柜和刘大得罪了大半个阵子的人 不定险些开不下去 是何小花挨家挨户地去赔礼道歉 这才叫街坊邻居看在她的面子上 不跟何掌柜计较 我可怜这孩子 当即拿了一小袋粮 说 我家也没多少余粮了 何小花千恩万谢地离去 我关了门 主妇为您摇道 刚刚那是何掌柜的女儿 她是个好孩子 但她爹不是个东西 你千万别叫她知晓 咱家粮多 我怕有人来抢 魏宁瑶若有所思地问道 你说 那何掌柜虽然貌丑 但起码有家不垫傍身 她怎么就嫁给了刘大这样的人 还把她当个宝贝紧盯者 我无奈苦笑 很多女人不是自己想嫁人 而是受不了旁人的指指点点 不得不嫁人 嫁了 又过得不好 没有勇气迷途之返 就只能自欺欺人 让自己心里好受点 你不也是如此吗 魏宁瑶愣正了许久后 恍然大悟 是啊 我也是这般 梁家待我不好 我总觉得是我的错 若我能生个儿子 就会好过些 不晚 我用帕子抹去她额角的汗 你就当这五年是生了一场病 现在病好了 可以脱胎换骨了 魏宁瑶终于听尽了我的话 开始真情实义地考虑起 将来该怎么活 她善刺绣和书画 想等战事结束了 上街卖绣好的团扇和手帕 或者在折扇上会山水化 当赠礼送给来喝茶的客人 博个好口碑 不得不说 他没白读书 点子是真多 只可惜没赶上好时候 谁也不知道这仗得打多久 但人活着就图个盼头 魏宁瑶首遮这点盼头 翻出了我的旧衣服 挨个缝补 尤其是那件 我跟何掌柜打仗时被扯坏袖子的衣衫 她在袖口处缝了一长条柳叶 巧妙地挡住了线角 她美滋滋地给我看 跟个小麻雀似的绕着我转圈 不停问我 宝儿姐 你喜欢什么呀 明年 等你过生辰 我送你 我故意野鱼道 我呀 我喜欢桃花簪 你送我 她顿时住了嘴 善善地搭了下脑袋 不敢回话了 针线用得差不多了 我趁着外头 还算太平 上街转悠了几圈 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何掌柜的布殿 何掌柜正在门口扫地 远远瞧见我 面露尴尬地放下扫帚 把手往围裙上抹了抹 回身进屋 我全当给她个台阶下 站在门外主动问道 掌柜的 买点线 结果我这项一探头 突然发现里屋的门帘后头隐约有一道身影 脚上的那双鞋分明是刘大的 我急忙看向了别处 装作没发现 按道 如果真是刘大 它怎么逃出来的 不会掉脑袋吗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买了针线就回家了 心里一直七上八下 总觉得这是蹊跷得很 当晚 我左右睡不着 正对着蜡烛看书 街上突然传来了何掌柜急促地呼喊声 救命啊 救命啊 小花被带走了 我一咕噜爬了起来 推门一看 何掌柜把诸多邻居都喊了出来 纷纷围了过来 七嘴八舌地问怎么了 他却盯准了我 扑过来抓着我的胳膊 连声哀求道 赵宝儿 你是从大地方来的 对不对 你认不认识官老爷 舅舅小花 小花被带走了 我顿感大事不妙 忙将何掌柜迎进了屋里 结果刚一进门 他扑通跪了下来 抱着我的腿哭诉道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家那口子突然回来了 我 我也不晓得他咋回来的 然后小花就不见了 何掌柜说 昨夜 刘大突然回来了 倒是有个叫刘家才的千夫长 恰巧是他的本家 很慷慨地给他行了方便 让他回家待几天 见见亲人 但不能声张 何掌柜不宜有他 把刘大藏进里屋 紧着让他好好休息 还连夜给他唠了大饼 哪成想 今晚他忙活到一半出屋一看 惊觉 刘大不知何时 已经骑着毛驴跑了 还带走了他们的女儿 何小花 何掌柜气不成声地贪坐在地 刘大回来一直说 叫小花跟他去兵营 有好差事 能挣很多银子 咋可能呢 女人进了兵营还有好 小花才十二啊 她能干啥 我就没应 哪只这个挨千刀的到底把小花带走了呀 我听得心惊肉跳 一刻不敢耽搁 一溜烟跑去了客栈 我能说得上话的官老爷只有魏元洪 此刻 我只能祈祷 他愿意帮这个忙 魏元洪当真在这儿留了人手 是侯府里那位与我相熟的嘉宾大哥 听我急声说了一通 当即硬下来去找人 我坠坠不安地回到店里 何掌柜没走 把我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守折茶寺等消息 转眼三四天过去了 依旧音讯全无 何掌柜心急如焚 一直不敢合眼 熬到头发白了半边 一个劲地求我再去问问 然而不等我动身 魏元洪的手下回来了 他们赶着驢车 从上面台下一个草席裹 放在了地上 神情复杂地对我说 赵姑娘 节哀 我愣在原地 看着那草席底下的一对白嫩的小脚 不敢置信地后退了几步 何掌柜自我身后跃出 猛地掀开了草席子 赫然露出了何小花惨不忍睹的尸首 他衣不蔽体 袒露的肩膀上满是触目惊心的鞭痕 双眼惊恐的圆瞪者 耳鼻触仍残留着暗红的血迹 左臂被折断 右手则紧紧攥着半截断了的梳子 何掌柜登时凄厉地尖叫起来 像是一头失去了幼崽的母狼 绝望到生生气血 小花儿 儿啊 这是怎么了 我的女儿啊 街坊邻里自四面八方围了上来 一时惊恐到鸦雀无声 魏宁瑶瞧见这一幕 双腿瘫软 一屁股坐在了台阶上 我浑身发抖地问那几个随从大哥 谁干的 他们面面相去 犹豫了半晌后压低声音说道 刘大把他送给了那个叫刘家财的千夫掌 换了个五掌当 那刘家财就是个畜生 见他不从 就 就把人打死了 他说不下去了 抱抱拳 说了句对不住 匆忙离去 何掌柜喊道声思历劫 扯开衣衫 把何小花裹进怀里 想暖和他冰冷的身体 大张着嘴 胸脯剧烈起伏着 最终向后一仰 瞪着乌突突的日头 昏死了过去 我与众人将他抬进了茶寺 何小花的尸首也停在了屋里 好心地沈子拿了家里的旧衣服 给他穿戴整齐 抹着眼泪叹息道 作孽呀 镇上的老郎中则给何掌柜行了针 可他人醒了 却疯了 不停胡言乱语 说着 错了 错了 确实是错了 这世道 确实是错得离谱 我又跑去客栈 找魏袁洪的随从们 我问 杀人偿命 刘大和刘家财偿命了吗 他们眼观鼻 鼻观心地回避着我的视线 不敢与我平视 我又问 就这么算了 就这么白死了 问得多了 他们终于孽如地说 不然呢 赵姑娘 这种事太常见了 况且 那姑娘是他亲爹领过去的 说破了天 也不算是强强民女 许是看我的面色太难看 他又忙不迭地解释道 为大公子 他管不了晋王殿下的事啊 晋王殿下有令 凡是跟他打天下的 女人 钱财 管购 这是什么意思 你应该明白的 只能说那姑娘 生不逢时 我顿时无话可说 是啊 生不逢时 纵观千年百代 女人 从未逢时 平安镇的百姓们合伙给何小花置办了棺材 葬了 何掌柜疯颠着 我只能做主给何小花挑些生前带过的首饰陪葬 可她生前过得贫寒 根本没什么像样的首饰 只有那个她死死攥着的半截梳子 梳子是何掌柜给她做的 现在 梳子上染满了血迹 她应是用这梳子抵抗过 挣扎过 最终却跟梳子一起被折断 像是朵被随意踏烂的花 死得无声无息 我拿出了一对玉手镯给她陪葬 魏宁瑶又拿了块银子放进她嘴里 倒是当地有种说法 口含金银能脱生尽富贵人家 何小花被葬在了后山上 那里曾有一片茶园 现在 采茶女不见了 茶农也不见了 只剩了一座座高矮不一的土坟 我收拾出一间空房间 安置了何掌柜 她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清醒时哭嚎着忏悔 仍说错了 糊涂时 就抱着个枕头喊儿 魏宁瑶丢了魂式地沉没了数日 最终在何小花投期那天 突然对我说 宝儿姐 你真该恨我的 我正然 就听她哑着嗓子说 当年你常劝我 女人要多为自己谋算 我向你岂人忧天 觉着只要侯府不倒 我再嫁个门当户对的 能一辈子想锦衣玉食 这时到 女子多奸 能相互扶持着活下去 已数不易 使我蠢而不自知 竟将此身全树堵在了男子身上 我被浅薄的情爱蒙蔽 便不清真心 伤了你 也亲手将自己推向众叛亲离 这次她没落泪 布满血丝的眼中 萦绕着不和年岁的沧桑 像是一息间 苍老了数十岁 平安阵变得不平安了 家家户户紧闭门窗 小心打听着镇子外的动响 可怕什么来什么 一日清晨 晋王麾下的一只兵马突然闯入了小镇 堂而皇之地将百姓们撵出家门 站了镇子上的客栈 和最好的几座房子 筑扎了下来 而这带着官老爷抢房子的 正是刘大 老爷 这边走 这前头有家茶寺 房子都是新的 那女掌柜长得可水灵了 还有个年岁不大的小表妹 刘大如愿当上了舞掌 挂着谄媚的笑容 在高头大马前头一溜小跑 如一条引路的黄狗 殷勤的摇折尾巴 将那看上去官弦最大的引到了我家门前 我嘱咐魏宁瑶在里屋藏好了 看折点和掌柜 别让她跑出来 然后淡然自若地站在门前 等刘大等人走近了 拿出了魏家的腰牌 那大官眯折眼端向了半天 面色一变 回身给了刘大一个耳光 蠢货 魏家的人你也敢动 刘大被打得转了半圈 茫然地指着我 他 他也不姓魏啊 大官上下扫视着我 捏着山羊胡子 玩味地哼笑一声 我能猜出他心里在想什么 无非是在想我是不是魏元红养在外头的外事 当然 这话他可不敢问 挥挥手带着人散了 刘大心有不甘地频频回首 眼里满是恶毒 我没急着回查寺 而是找到镇子上的几位老住户 告诉他们 立刻通知镇上的年轻姑娘们来查寺避难 越快越好 好在平安镇的人不算多 天黑之际 查寺已经挤满了前来避难的女子 他们中岁数最大的不过十七岁 最小的只有八岁 加起来一共十八人 姑娘们默契地收拾好了屋子 尽管挤得满满当当 也没有半点怨言 他们信得过我 甚至无人问我背后的靠山是谁 只是这样一来 我囤的粮食就不够了 无奈之下 我换了套男装 往脸上磨把锅灰 又带上腰牌 去客栈找魏袁红的手下 打算求他们送些粮来 大街上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杂物 兵匪们挨家挨户地搜刮钱财和粮食 把不值钱的杂物扔得满街都是 我摸了摸袖中的腰牌 心里直打鼓 加快步伐赶去了客栈 结果远远一望 一群最熏熏的士兵进进出出 哪里相等遮打仗的 反向是在逛青楼 我不敢上前 魏家的腰牌 官老爷们认得 这些个小兵可不认识 恰在此时 我突然瞥见不远处 有个瘦小的身影 正藏在巷子里 鬼鬼祟祟地探头瞅了瞅 从散落在地的箩筐中八番初点吃的 抱在怀里就要跑 那孩子穿了深鹅蛋黄的裙子 过于眨眼 我顿感心惊肉跳 三步并坐两步追了上去 低声唤道 小妹妹 别乱跑 跟我走 她脏兮兮的小脸上满是防备 缩这手上下打量我 我从没见过她 她应当不是平安镇的人 来不及多解释 左顾右盼了一番后 我抱起她一路狂奔回了茶寺 魏宁瑶正在门口等我 见我平安归来 刚要松了口气 结果与我怀里的孩子瞅了个对眼 顿时惊愕地脱口而出 这 这不是五威将军的孙女吗 我震惊地低下头 小女孩慌乱地盯着魏宁瑶看了半赏 突然脸色大变 扭头就要跑 我手急眼快 一把将她拦腰抱起 捂住她要惊呼的小嘴 吁吁吁 会被坏人抓走的 哪知她用力咬了我一口 恨恨地瞪着魏宁瑶 催道 呸 魏氏地走狗 要杀药寡 悉听尊便 魏宁瑶六神无主地告诉我 这孩子是五威将军沈承音的孙女 叫沈灵 今年将近十岁了 五威将军府三代单传 五威将军唯一的儿子战死疆场后 没过多久 儿媳也撒手人寰 事已 这位老将军决意结甲归田 专心抚育孙女沈灵 有一次 五威将军抱着沈灵 去京都做客 恰巧魏宁瑶也在宴上 互相寒暄了几句 没想到沈灵记性挺好 三年了 仍能一眼认出魏宁瑶来 我心中一团乱麻 五威将军是个有口皆碑的好官 如今将军府蒙奈 沈灵年幼 于情 我该庇护她 可是于礼 我不应当引火上身 听沈灵这意思 魏家是五威将军倒台的推手之一 万一被魏元红发现沈灵的行踪 事情就麻烦了 茶寺里已经藏了将近二十个姑娘 我得对她们负责 沈灵也不闹了 气馁地站在我身边 握着拳 咬着嘴唇 像是在等一个宣判 这时 魏宁瑶突然低声说 宝儿姐 除了惊忠权贵 没多少人认识她 藏得住 沈灵骤然抬起头 直勾勾地盯着她看 魏宁瑶俯下身 轻声说 我被家族除名 已经不是魏氏女了 你且信我一次 我把沈灵留了下来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她成了下一个和小花 沈灵安安静静地蹲在角落里 警惕地盯着 我的一举一动 可这孩子岁数太小 根本藏不住话 我逗了她几句 她便道出 正是魏元洪带兵查抄了将军府 还给五威将军上了重家 事出紧急 五威将军只能叫老管家带着沈灵快跑 奈何魏元洪的手下穷追不舍 老管家被一剑射穿了喉咙 临死前狠狠抽了一下马屁股 让马儿带着沈灵逃出升天 我心中苦叹 五威将军结甲归田这么些年都能被卷入朝堂之争中 当真是半军如半虎 很快 晋王军的打杂抢 愈发肆无忌惮 有一对老人离开平安镇后 沿街乞讨半个多月 最终又回来了 晕倒在茶寺门前 我给他们灌了一碗米汤 他们睁开眼后抓着我的手哀哀地哭 说平安镇外随处可见衣不蔽体 悬梁自尽的女子 还有一家三口一起在城隍庙上吊的 引来一群黑鸭和野狗分食 魏宁瑶静静地听着 手指微微颤抖 这些天她消瘦得厉害 也变得比以往更加沉默 我怕她欲结于心 夜里偷偷塞给她几颗糖 哄劝道 别怕 明天我再去找找粮 她微微摇头 轻声问 宝儿姐 为何女子总被当成物件呢 女人是战利品 是联姻的牺牲物 也是辗转于灶台与床子间的奴仆 唯独当不了人 我为她谣者蒲扇 思来想去 答道 许是因为男人占据着权力 自会只做对男人有利的事 岁州这儿有一句古话 叫女子当家 房屋倒塌 为许多男子津津乐道 他们认为 女人柔弱无能 没有精士之才 唯一的用途就是生儿育女 侍奉公婆 若是被女子长家 会闹得家宅不宁 他们忘了 是女人生下的他们 若无女子 也没了云云众生 所以我时常在想 那些叫嚣着女人无用的男人 骨子里是不是忌惮着女人们 乃至要一遍遍地打压女人 把他们的付出 看作应当应分 以此掩盖自己的无能 可惜 这些事 我也只是想想罢了 又能做些什么呢 狗活着 保住这间茶寺 已算幸运 然而夜半时分 麻烦还是找上了门 一群兵匪 将几个镇子上的平民 毒打了一顿 逼他们说出了 年轻女子们的下落 得知 大家都在茶寺藏着 当即跑来踹门 我用桌椅板凳抵着门 他们气急败坏地拿刀劈砍 还嚷嚷着要烧了屋子 吓哭了一群姑娘 眼看着动静越来越大 我心生一尽 跑上二楼 将一桶粪水泼了下去 把这些个混账 淋得滋哇乱叫 然后破口大骂道 狗东西 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界 定远侯府的小侯爷 下榻此地 惊扰了贵人 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这桶大粪 叫醒了他们 尽管他们可能都没听说过 定远侯府 仍心生忌惮 嘴里不甘不敬地离开了 那一夜 我没敢合眼 抱着柴刀 坐在一楼 外面时而传来几声惨叫 屋内疯癫的和掌柜 呜呜叶叶 令我的一颗心始终高高悬着 几乎蹦出了嗓子眼 不知过了多久 天光乍破 突然又有人敲门 我几乎弹跳而起 拎着柴刀 小心翼翼地靠近门 魏宁瑶急忙赶了过来 手里还举着砍骨刀 我俩贴着门听了又听 直至传来了魏元洪略带疲惫的声音 宝儿姐 是我 莫怕 我急忙推开门 那只魏元洪竟带着一身的血腥味 踉跄了几步 直接砸在了我身上 我大惊失色 而魏元洪身后的两个侍卫 还有心思跟我解释 大人遇刺了 本该直接去医馆的 但听门平安阵闹得厉害 急忙赶来见姑娘您 我哪里听得进去 无措地喊道 见我有啥用 快 快去请郎中啊 魏元洪枕着我的肩膀哼记一声 宝儿姐 你安然无恙 我就 然后一侧眼 看见了大张着嘴发呆的魏宁瑶 慌忙扶着门框站了起来 脸上青红一阵 干咳了几声 无碍 我忙将她请了进来 端来热水 又去礼屋拿了些伤药 魏元洪嘴唇发白 衣衫上满是血字 她被一剑射中了肩膀 拔出剑后 没来得及妥善处置 鲜血正顺着 她的胳膊往下躺 熙熙丽丽地染红了袖子 她不知道屋里藏着一堆女子 瞥了一眼踏上二楼的魏宁瑶 大大方方解开衣衫 露出猙獰的伤口 宝儿姐 麻烦了 我小心翼翼地为她清理伤口 又用不调缠结识了 她始终安静地看着我 等我为她披上衣衫 突然说 宝儿姐 明天天亮 我送你离开这里 我为难地皱起了眉头 心想我若是离开了 藏在这儿的姑娘们可怎么办 便说 我就不回去了 你把宁瑶送走吧 魏元红吃了一惊 再三斟酌后低声道 宝儿姐 实不相瞒 奉尽王之命 率兵驻扎在平安镇的市临眼之府 为人贪婪狡诈 我公勿缠身 她是无法顾全你 所以 我凝视着她的双眸 轻声问 你在为晋王做事 对不对 她局促地眨眨眼 顾左右而言她 总之 我要带你走 我不会走的 我缓缓为她整理着衣衫 大公子 你也见识到了 晋王的手下都是群鸡鸣狗盗之辈 为何还要为晋王做事呢 她面色微沉 宝儿姐 朝堂上的事 你不懂 我苦笑 可我懂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 那就是得道多注 失道寡注 魏元红垂下眼睫 烛光映在她的脸上 半明半暗间落下一片阴霾 两久 她突然抬起头来 冷着脸立声道 宝儿姐 你必须走 这时 不知偷听了多久的魏宁瑶冲了下来 用力推了一下魏元红 怒吼道 滚 魏元红扶着桌子堪堪站定 震惊地望着她 似是在看陌生人 魏宁瑶 我是你长兄 你竟敢这般对我讲话 魏宁瑶却欺然地笑了 我已经被魏氏除名了 你忘了吗 魏元红极力压制着怒气 重重一拍桌子 你自己不争气 怪得了魏家吗 夫君是你自己选的 路是你自己走的 也是你亲手把宝儿姐赶出府 我顿时火冒三丈 刚要为魏宁瑶辩解 她一把将我扯到身后 正色力声地结问道 是 我是眼瞎 可嫁入梁家 是我自己选的吗 就算我在婚前看清了梁二的真面目 父亲就会允许我不嫁吗 你扪心自问 那梁二是你的同窗 你当真不知他贪恋酒色吗 你和父亲都知道 可你们不管 不说 不拦 凭什么 你十五岁时 金榜提名 前程似锦 我十五岁时 就要被一顶轿子送入虎学郎潮 你们要我贤惠 要我忍辱负重 我忍了 你们又骂我窝囊 我为了为家嫁了个烂人 被搓磨了五年 林辽只配一条白领 你们到底还要我怎样 非要像逼死我娘一样 再逼死我吗 魏宁瑶深吸一口气 将眼泪憋了回去 一字一顿地说 我魏宁瑶这辈子只亏欠赵宝儿一人 侯府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娘已经用性命还了 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 你心知肚明 魏元洪后退了半步 撑着桌角堪堪站稳 眼中竟多了些惶恐 魏宁瑶昂着头 如当年那个骄傲的侯府小姐般 不容置疑地命令着魏元洪 你若真是为了宝儿姐好 就该把她从这泥潭里宅出去 你告诉那林衍之府 这茶寺里住的是你的姑奶奶 谁人敢动她 还是说 你依旧对宝儿姐贼心不死 魏宁瑶 魏元洪突然惊慌地大喝一声 然后捂着胸口 吐了血 她的随从们慌了神 七手八脚地把她放平在桌子上 跑去请郎中 老郎中很快被随从们请来了 我偷听了一耳朵 魏元洪伤得很重 不能再轻易挪动 魏宁瑶坐在我身边 低着头 眼角悬着泪珠 魏元洪狼狈地躺在桌上 仰面朝天 地上一滩血字 屋中一片死寂 我夹在这对兄妹中间 也不知该红哪个 掏了半天袖子 摸出一块软松糖 优先塞进魏宁瑶嘴里 这时 魏元洪突然艰难地坐了起来 宝儿姐 你既然不想走 我也不逼你 我再给你些时日 你好好想想 说吧 几个随从忽然扶着魏元洪走向了楼梯 我顿时一蹦三尺高 堵在他们面前 别 别上去了 去 去医馆更好些 随从们却执意要往上走 赵姑娘 医馆早就住满人了 你也听见了 郎中叫大公子敬仰 他经不起奔波了呀 魏元洪见我推三祖四 不禁目露悲凉 宝儿姐 你为何这般待我 你不怕我死在半路上吗 说者竟赌气地推开我 门头冲上二楼 大有要死 也要赖死在我这茶寺的尽头 然后 他一撞门 赫然瞧见屋子里满满当当 一群女子抱坐一团 把年岁最小的女孩们围在中间 惶恐地瞪着他 魏元洪的怒气瞬间散了 急忙关上门 红着脸张黄无措地看向了我 我尴尬挠头 你也看见了 我这儿 人更多 魏元洪缓缓转下了楼梯 步履飘忽地爬回了桌子 双手交叠在胸口处 好似要与世长辞 我无奈地拿来了宝毯 给他盖好 他倒是聪明 很快猜出了所以然 问我 宝儿姐 你不走 是因为要庇护这群女子吗 我点点头 没有多解释 而是牵住了魏宁瑶的手 她的指尖冰冷 颤颤地全在我的掌心里 惹人心疼 魏元洪闭上双眼 不再言语 我带着魏宁瑶去了后院 坐在树下 久久沉没 我很想问她刚刚说的话什么意思 徐姨娘到底是怎么死的 可我说不出口 然而她看穿了我的心思 低声道 宝儿姐 我娘不是跟人偷情 而是被晋王世子给 魏宁瑶告诉我 她得知徐姨娘惨死后 跑去乱葬岗寻她的尸首 恰巧撞上了一位定远侯府的嬷嬷 嬷嬷嬷 帮衬着她将徐姨娘入土为安 又于心不忍地告诉了她实情 原来 事发当天 魏宁瑶的三姐回家醒亲 因有了身孕 她的夫君 晋王世子主动陪同 哪知 晋王世子喝醉了酒 竟闯入后宅 把徐姨娘当成丫鬟 拖进屋中欲行不轨 徐姨娘抵死挣扎 刺伤了晋王世子 也惊动了府中众人 出了如此丑事 定远侯不想得罪晋王 又咽不下这口气 便把怒火发在了徐姨娘身上 命人将其障毙 魏宁瑶说出这些话时 狠狠掐着自己的手背 强把恨意吞了回去 宝儿姐 为什么 男人犯得错 总是女人来场 我该怎么给她报仇 我该怎么做呀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握住她的手 轻轻揉着她的手背 看着她这张与她的生母徐氏 有几分相似的面旁 不由也落了泪 我在定远侯府时 魏宁瑶的生母徐氏 待我很好 她连我年纪轻轻卖身为毙 亲手为我挽发 还为我涂过制洞窗的药膏 而我被罚板子时 她正在寺庙祈福 听闻此事 紧赶慢赶往回跑 可惜 随后 我便被逐出了府 没能见她最后一面 如今 我差点就要忘了徐氏的本名了 她叫徐秀兰 可入了侯府后 她是侯爷的妾 是姨娘 唯独不再是徐秀兰了 仿佛这个名字无足轻重 现在 她带着一身的骂名 早早地去了 连个牌位都没有 更无人记得她的名姓了 我想 等战乱结束 给徐秀兰请个道士做做法 让她下辈子顺遂一些 脱身进富贵人家 但是别再当女人了 这时间 做女人百般皆是错 魏元红许是被气急了 又牵动了外伤 夜里突然起了高热 烧得不省人事 几个随从又忙不迭地 把老郎中给嫁了过来 然而老郎中愁眉苦脸地说 现在镇子上要啥啥没有 只能开个药方去别处采买 于是 一鸣随从留下 其余人都去附近城镇买药了 魏宁窑看着摊在桌上的魏元红 到底于心不忍 偷偷问我 宝儿姐 她不会死吧 我心里也没底 只能熬些热汤 起码别让她空着肚子 病好得更慢 一整天过去了 出去买药的几个随从始终没回来 我给魏元红喂了三次水一碗汤 她总算能睁眼说几句话了 把留守的随从叫来 嘀咕了几句去接应 又闷头睡了过去 那名随从只得向我抱拳道 麻烦姑娘照看大人 再下去去就回 我满口硬着 将炉子的火烧得更旺了些 不料 等我端着热汤走进屋 赫然撞见沈灵正手持小刀 一步步迅速靠近了魏元红 对准她的胸口 举刀就要刺 光荡一声 我扔了汤碗飞身过去 一把钻住了她的手腕 那只这孩子力气很大 对着我拳打脚踢 狼仔姿势地瞪着眼 滋着牙 死活不松开小刀 我急了 一巴掌扇在沈灵的后脑勺上 打得她眼冒金星 顺势夺下了刀 这时 魏宁瑶听见声响 赶忙捂住沈灵的嘴 把她拖向后院的库房 我瞥了一眼身后的魏元红 见她没被惊醒 放松了口气 快步走进库房 迅速关好门后怒骂道 你疯了吗 沈灵被魏宁瑶禁锢在怀里 依旧挥舞者双臂 气势汹汹地嚷着 她带人查抄将军府 害得我家破人亡 我要她偿命 说把她挣开了魏宁瑶的胳膊 闷头往外冲 我又一巴掌将她打倒在地 揪着她的衣领子低吼道 杀了她 你家人就能安然无恙了 沈家 就跑出来 你一个 你要为了报仇 把命搭上 谁给五威将军翻案 谁来还沈家清白 沈灵渐渐不挣扎了 咬着嘴唇 小脸皱疤成了核桃 见我又一次羔羊起了巴掌 终于挖地哭了出来 魏宁瑶赶紧把她搂回怀中 劝道 宝儿姐 她还是个孩子 孩子 乱世之中 谁管你是个孩子 今天魏元红要是出了个闪失 不但是沈灵 藏在我这儿的所有人都得跟着遭殃 况且 五威将军获罪绝非为元红一人所为 更多的是上面的意思 难不成要年仅十岁的沈灵提着刀去刺杀王嫁吗?既然不可能 那就只能先活下去 延续五威将军府的血脉 然后等 等新帝登基 养精蓄锐 看鹿死谁首 我冷冷凝视着沈灵 五威将军智勇双全 不料生了你这么个莽夫孙女 你若上赶着找死 别死在我的茶寺里 连累其他人 我拂袖就走 身后魏宁瑶细声细气地哄着沈灵 先活着 活着是顶重要的事 手掌上的伤口有点深 我匆匆包扎了一下 收拾了地上的瓷片 刚忙活完 魏元红的几个随从陆陆续续地回来了 把好不容易凑齐的药材递给我 我熬好了药 魏元红适时地醒了 将药一饮而尽 讨赏似得眼巴巴地望着我 宝儿姐 苦 我抖抖袖子 遗憾地表示 没躺了 她很是落寞地叹息一声 又躺了一阵 黄昏时分总算能下地了 立刻向我告辞 她依旧很虚弱 鼻尖上挂着细密的汗珠 带着笑意与我而语道 宝儿姐 等着 我一定会带你走 我有些不适地轻轻推开她 大公子 您还是走好自己的路吧 保重 她上了马车 最后回头望了我一眼 绝尘而去 我转身 捏了捏袖子里的最后一颗糖 想 这糖还是留着吧 毕竟茶寺里有这么些个小姑娘 等着我哄呢 卫元红走后没多久 她的手下们送来了一批粮 嘱咐我要省着点 最近行事不容乐观 他们的不容乐观 意味着晋王要拜 那老百姓们可就乐观了 我把粮食分了好几个地方藏好 精打细算地抓了把米 熬点西周 只要饿不死就成 魏宁瑶紧挨着我 枕着我的肩膀轻声说 我都不如沈灵这个十岁的孩子 她敢豁出去为亲族报仇 而我 正说者 一只脏兮兮的小手突然伸了过来 就见沈灵往灶眼里扔了把豆子 蹲在我身边拿炉钩子下扒了 我讶异 这从哪儿找的 沈灵仍记恨着我扇了她两巴掌的事 撅着嘴 没好气地说 何仪给我的 何仪 何掌柜 他俩咋凑一起的 沈灵把豆子烧了个半熟 就迫不及待地扒了出来 用衣服兜着去找何掌柜 我好奇地探头看去 正瞧见何掌柜冲沈灵眉开眼笑 揉了揉她的脑袋 俩人靠在门口一起包豆子吃 我不由心间酸涩 我从未见过如此温柔的何掌柜 他许是把沈灵当成何小花了 毕竟这俩孩子个头和岁数都差不多 于是 这对都被我甩过耳瓜子的一大衣小住在了一起 何掌柜不怎么发疯了 沈灵也沉下心来 跟何掌柜一起在背后屈屈我 相安无视了许多天后 平安镇上又来了一批靖王军 大张旗鼓地四处搜查着什么人 把镇子掀了个底朝天 将附近的几处民宅全烧了个干干净净 藏在我这儿的几个姑娘隔着窗户 眼睁睁看着凶猛的火光吞噬了他们的家 却不知外头到底在找谁 直到有人拿着画像敲了茶寺的门 我没敢开门 隔着门回话 因为袁洪提前打点过 来者还算客气 只问我有没有见过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 鹅蛋脸 左小臂有块红色胎记 我心里咯噔一声 强作镇定地回复没见过 等外边的人走了 方急匆匆地跑回后院 撸开沈灵左臂的袖子一瞧 果真有块红色胎记 可我着实想不通 晋王找沈灵作甚 五威将军府的人全员下了大牢 就剩沈灵这么个十岁的小姑娘 能成什么事 起料 隔了没多久 又有一道消息传来 如平地风雷 炸费了整个穗州 朝廷派出了一支精锐 直攻穗州 是要剿灭晋王一党 而率兵的上将正是沈灵的爷爷 五威将军沈承音 得知此事后 为宁瑶激动地握住了我的手 原来如此 陛下故意自断左膀右臂 是为了迷惑晋王 好叫他暴露出不臣之心 我瞠目皆舌 总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对 若这真是陛下的计谋 那为何不事先知会五威将军 害得沈灵险些丧命 转而我又回过神来 坏了 那晋王现在要抓沈灵 是为了撤走五威将军 想通这一点 我急忙对沈灵说 你一定要藏好了 等着你爷爷来接你 他顿时站开了笑容 点头如捣蒜 我就知道 我爷爷是清白的 长公主也不会不管沈家 长公主 长公主又是谁 我没心情多问 只求晋王找上一阵子就放弃了 不然我这茶寺迟早得遭殃 然而事与愿违 晋王被五威将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后 更加急切地想找到沈灵当人质 他认定沈灵年幼 根本不可能跑出岁州 干脆派人把年龄相仿的女孩全抓了起来 拿着画像挨个比对 平安镇上的姑娘们都藏在我这儿 那些个兵找不到人 天天来踹茶寺门 而从镇子外绑来的姑娘们 如意头头牛羊 被五花大绑地扔在板车上 送向了兵营 女子们的哭嚎声与房屋的焚烧坍塌声交叠在一起 顺着黑烟 蒸腾着阴云密布的天 沈灵到底是个小孩子 没几日就被恐惧冲散了喜悦 缩在狭小的仓房里 在何掌柜怀里瑟瑟发抖 傍晚时分 我去给他送饭 他黄黄然地不停问我 外面还在抓人吗 我是不是害死了很多人 我安抚到 就算没有你 他们也会找借口抓女人 沈灵依旧很自责 喃喃自语道 我要是男人就好了 跟爷爷一样纵马蹄刀 驰骋疆场 何掌柜则不知愁地黑黑傻乐着 一把抓过磨磨塞进沈灵手里 口齿不清地说 花 花痴磨 长大个 沈灵捧着磨磨 眼泪直打转 小脸憋成了猴屁股 愣是没哭出声 我瞧着心酸 只能别过头去 其实有时我也会想 若我脱生成男子 我爹娘不会为了生儿子而溺死我四个妹妹 我也多了条出人头地的路 我一定会向上爬 一路爬到金鸾殿里去 做高官 到时 我就不单有这么一间茶寺可守遮 还能守江山 地佑黎民百姓 可惜 世间总是不如意 愚者施味素餐 恶人长命百岁 善者不得正忠 而那些柔软的花苞 一出声就被溺死在了尿筒里 我回到院子里时 魏宁瑶正坐在火房里熬粥 手中拿着一小根木头棍子刻着碗 见我回来 有些不好意思地把木棍藏进了袖子里 我刚要拿起扫帚打扫院子 却发觉院里晒的一条腊肉没了 盲问道 宁瑶 腊肉怎么没了 魏宁瑶压抑地探头一瞧 咦 我进火房前 肉还在的呀 我醋梅环是四周 躲在我这儿的姑娘们一向安分守己 不可能做出偷东西这等事 而且就算他们饿极了 也不至于抱着一条又干又老的腊肉生肯吧 让猫叼走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高耸的院墙 心到自打进王军入了平安镇 先是吃光了鸡鸭 又抓猫狗吃 街上早已含有活物 于是我蹲下身 细细地查探附近的痕迹 突然在靠近院墙的泥地上看见了几枚脚印 再顺着脚印往前找 一路摸到了柴房附近 赫然瞧见院墙底下多了个窟窿 大小跟狗洞差不多 很不起眼 因被菜架子挡着 我竟一直没发现它 魏宁瑶仍一无所知地烧着火 被呛得直咳嗽 我慌乱地跑进火房 一把抓起了刀 低声道 贼人就在附近 魏宁瑶被吓得一机灵 抱着一根烧火棍颤颤巍巍地说 宝儿姐 你别吓唬我 我嘱咐他在火房里别出来 然后拎着刀 一步步走向院子最深处的柴房 腊肉刚丢了没多久 而我跟魏宁瑶一前一后地进了后院 所以偷肉的那个人很可能没来得及逃跑 茶寺的所有房间都住满了 只剩下这间又破又小的柴房 他四面透风 堆满了杂物 屋门虚掩着 被风吹得吱嘎作响 我用刀尖小心翼翼地推开门 却不料 堆积至棚顶的柴火突然哗啦一声倒了下来 与此同时 一道黑影猛地撞开我 搜得窜出 此人很矮 刚挤我的肩膀 我误以为他是个小孩子 一时晃了神 然后就听魏宁瑶尖叫道 是刘大 我这才看清那矮冬瓜哪里是孩子 分明是三寸丁刘大 当即浑身一领 拔腿就追 刘大跑得极快 眨眼的功夫 已经到了前门 推开挡住门的桌椅 刚要抬门拴 我劈手一刀砍了下来 刘大屁滚尿流得避开 摸出短刀喊道 疯婆娘 我 我是奉命行事 我顿时如临大敌 刘大奉得谁的命 那个叫刘家财的谦夫长 还是林衍之府 他是来搜查沈灵的吗 他看见我给沈灵送饭了吗 我举刀步步逼近 刘大意识到我要灭口 顿时吓得两股战战 嚷嚷道 我告诉你 我 我马上就是百夫长了 我是官 你 你胆敢伤官 啊 我罩着他的脑袋手起刀落 可惜被这丝抬刀挡住 又就地一滚 钻进桌下 手脚并用地跑回后院 魏宁瑶拿着烧火棍拦他 胡乱打了一通 结果刘大意扬刀 就把他下了个扬刀 我穷追不舍 可惜仍慢了半步 刘大撞门而入 一把将沈灵勒进怀中 用刀比着他的脖子 别过来 不然我杀了他 沈灵的脖子上顿时多了一道红痕 我不敢上前 就听刘大得意洋洋地嚷道 这丫头 是画像上的那个吧 我心里一哆嗦 完了 他果然是冲着沈灵来的 刘大沉浸在即将立下大功的喜悦中 得意洋洋地叫嚣着 好啊你 赵宝儿 你胆敢窝藏要饭 为家 也保不住你喽 他越说越兴奋 舔了舔嘴唇 放肆地哈哈大笑起来 赵宝儿 不如你求求爷 爷替你瞒住 放你一条小命 告诉你 爷马上就要生至百夫掌了 爷是官了 你敢对官动刀子 砰的一声顿响 刘大的笑声戛然而止 呆愣地摇晃了几下 脑瓜顶上缓缓留下三道血柱 而在他身后 是手持锄头的何掌柜 你 你 刘大僵硬地转过身 不敢置信地抬起一根手指 我 我是你夫君 我 我是官 何掌柜如看见了厉鬼般 浑身站立着 惊惧交加地喃喃道 花 放开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小花 沈灵趁机挣脱了束缚跑向我 刘大还想伸手抓她 我一个飞扑 一刀捅穿了刘大的心口 血液溅入了我的眼中 腥红一片 我提着贪软的刘大 拔刀 再捅 用尽十二分的力气 一刀 一刀 又一刀 直至她彻底没了动静 不知过了多久 我终于松开手 抹了把脸上的血 刘大面朝下趴在地上 双脚抽出了几下 裤腿处掉出了偷走的那块腊肉 浸泡在血泊中 腥臭刺鼻 我呆愣地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刀 又看了看死透的刘大 如梦方醒地后退了几步 撞在了魏宁瑶身上 堪堪站稳 我杀人了 不对 我杀的不是人 阎王爷不会怪我的 啊!啊!刘大!是刘大!这时 何掌柜忽然清醒了过来 死死盯着刘大的尸体 喘息越来越急促 再次高高扬起了锄头 还我女儿 那天 我不知道何掌柜到底刨了多少下 他太恨了 把刘大的脑袋砍了下来 身子刨得稀碎 仍不知疲倦 最终 刘大的尸体被翻成了烂泥 何掌柜扔下锄头 拍打着他的头 终于喊出了那句押封了他的话 我错了呀! 我不该架了头畜生 生下我的小花 又害死了他 老天爷!我错了呀! 我把刘大埋进了小菜园子 烧掉染血的衣服 魏宁瑶清理了血迹 把屋里屋外擦得干干净净 然后坠坠不安地思考起 接下来该怎么办? 岁州被翻了个底朝天 我这茶寺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搜茶的地方 嫌疑最甚 现在 刘大奉命潜入 结果一去不复返 等于明着告诉临眼之府 她是被灭了口 临眼之府很快就会派兵搜茶 毕竟得罪我这个无名无分的乡下女人 不过是被魏元洪训斥几句 但如若放跑了沈灵 她得提头去见晋王 可眼下能把沈灵藏去哪儿呢? 魏元洪是晋王的人 不可能帮我 四面又都是晋王的兵 我等插翅难逃 沈灵黏黏黏地坐在我身边 聪慧如她 已然猜出了我的顾虑 主动说道 实在不行 把我交出去吧 横竖他们不会杀了我 我和魏宁瑶异口同声地否决道 不行 岂先我就沈灵 是不忍心她受苦 如今 是为了大义 晋王绝不能赢 否则会死更多的人 我不在乎皇位上的人是谁 可我在乎老百姓能不能活下去 而且 五威将军是好人 我不想让好人没好报 世道不公 我总得争上一争 正一筹莫展 河掌柜突然走了过来 哑着嗓子说 赵掌柜 我有话对你讲 说着 他掏出荷包 递给我 赵掌柜 先前我朱油蒙了心 隔三差五找你的不是 你大人有大量 别与我一般计较 我惊恶地连连推拒 你这是做什么 我从没恨过他 哪怕我俩经常打得鸡飞狗跳 打完骂完 照样互相做生意 世间待他严苛 可他仍能顶着他人的耻笑 独自撑起一家店铺 把女儿养得漂漂亮亮 就冲着一点 我敬佩他 何掌柜又看向了魏宁瑶 突然跪在了他面前 魏小姐 我不该辱骂 诬陷你 我是极度你貌美 才口不择言 魏宁瑶仗红着脸把他掺起 何姐姐 我 我原谅你了 何掌柜腼腆地笑笑 将病发掖至耳后 拿着帕子擦拭着沈灵脏兮兮的小脸 我默默凝视着他 在他细密的眼尾纹中觉察出一抹近乎世然的平静 突然没缘由地心慌起来 握住他的手 干涩地说 小花他 小花他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他时常盼着你能长命百岁 所以 所以 我笨口捉舌 半天也没说出几句梯极话 他也不介意 眼底含着泪轻声道 赵宝儿 我和小花 永远记着你的恩情 继而又挣了下发剂 男男道 我有点事 得回趟家 不用担心我 我这般丑陋 那群畜生 不会打我的主意 天光微亮 何掌柜执意抱着一个包裹 他出了茶室 我站在二楼 紧张地透过窗户缝隙看着他走上大街 他似有所感 抬起头 冲我笑笑 搂着包裹 继续朝着街口方向慢慢地走着 一群醉醺醺的兵体冲他吹口哨 如嗅到肉腥的野狗围了上来 可火把的光照亮了他脸上的青涩胎记 那些个兵体顿时兴致全无 见了脏东西般 催他几口 歪歪扭扭地散开了 何掌柜默不作声地走啊走 看方向 确实像是要回家 可他没有家了呀 他回去做什么呢 不料 我没等回何掌柜 却等来了临眼之府 带兵 围住了茶室 我站在门口 看着外面黑压压的人影 紧张地握住了魏宁瑶的手 门外 临眼之府清了清嗓子 慢条丝里地嚷道 赵姑娘 本官奉命搜查此地 凡请行个方便 奉命奉命 又是奉命 奉你爹的狗命 我又急又气 急忙对沈灵儿语道 你立刻从狗洞钻出去 别乱跑 就去后巷那堆干水桶里藏着 等他们走了 你再回来 沈灵慌张地点点头 猫着腰从狗洞爬了出去 此时临眼之府已经等急了 一脚踹在门上 赵宝儿 开门 本官怀疑你窝藏朝廷要饭 再不开门 别怪本官不讲情面 为宁瑶强定心神 挡在门口 拿出大小姐的气势 高声喝道 催什么催 我是定远侯府的四小姐 千里迢迢地来投奔我长兄 你们这般喊打喊杀的 想吓死谁呀 搜查就搜查 把刀收起来 临眼之府迟疑地泛起了嘀咕 四小姐 就这么一拉扯的功夫 我估摸着沈灵已经藏好了 正将手搭在门上 门外忽然传来了何掌柜的声音 各位大人 民父有要事相报 不知刘家财 刘谦夫长可在 我的呼吸乱了一拍 透过门缝一瞧 何掌柜正抱着包裹 站在大道中央 他换了套红色的衣衫 好像还悉心地描了眉 擦了纸粉 衬得脸上的胎记淡了许多 门外众人齐刷刷地看去 一男子则不耐烦地走出人群 我就是刘家财 什么事啊 和掌柜摸了摸怀里的包裹 缓缓捧向他 免带笑容地轻声说道 你们不是在追查要饭吗 我知道他在哪儿 刘家财狐疑地接过包裹 打开一看 突然阿怪叫一声 把包裹里的东西扔了出去 而那圆咕隆咚的玩意儿 在地上滚了三圈 正落在林衍之府的脚下 赫然是刘大的脑袋 那命来 一片惊叫中 何掌柜自腰间抽出菜刀 对着刘家财的脑袋劈了下去 菜刀嵌在他的脑壳上 像是劈开了烂西瓜 鲜血蹭地窜出三丈高 林衍之府被吓得丢了魂 推荡手下们 跳脚喊道 愣着干什么 抓住他 和掌柜哈哈笑着 任官兵们一棍棍打在他的后背和腿上 口吐鲜血地指着林衍之府骂道 狗贼 我告诉你吧 五威将军的孙女早就跑了 都跑了三四天了 我亲自送他出的镇子 哈哈哈哈 林衍之府一脚踹飞了刘大的脑袋 激动地大呼小叫着 刘活口 刘活口 快去禀报王爷 本官要好好审他 官兵们拖着和掌柜离去 在地上留下一长道血迹 犹如铺开了一条红绫 何掌柜仍在畅快地笑着 在林衍之府的叫骂声中 一遍遍高呼着 小花 娘给你报仇了 老天爷 你睁开眼看看 我何怜 终于堂堂正正地当了回人哪 痛快 痛快 声音渐渐远去 最后只剩刺骨的冷风穿透门缝 扎在我的心口上 我瘫坐在地 魏明瑶紧紧搂住了我 枕在我肩膀上 小声啜泣 等外面彻底安静了下来 我在后巷的干水桶里找回了沈灵 她并不知晓发生了什么 惊魂未定地回到茶寺后 抱着我的胳膊不松手 忽然问我 宝儿姐 何一回来了吗 继儿又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自言自语道 何一书的辫子比爷爷书得好看多了 我还想跟她学一学呢 她去哪儿了呀 是回家了吗 何掌柜没有给灵眼之符审问她的机会 一日 她的尸首被挂在了镇子中央的大树上 她是服毒自尽的 早在她杀刘迦财之前 就引下了毒药 灵眼之符只拖回去了一具尸体 灵眼之符觉着她胆敢当街杀人 肯定是五威将军的党羽 本想拿她请功 结果到手的鸭子飞了 气得她下令不许任何人给何掌柜收尸 否则已乱党论处 透过茶寺二楼的窗户 正能看见那棵大树 何掌柜身上的红裙很显眼 裙摆被风吹得微微晃动 沈灵扒着窗户缝 静静地望着 指甲抠进了窗帘里 却没有哭 只把嘴唇咬出了血印子 最后突然对我说 宝儿姐 我要当将军 跟我爷爷一样 当大将军 另一边 眼看着没法跟进王交代 灵眼之府信了何掌柜的说辞 将大半的兵力派出了平安镇 沿途搜寻沈灵的踪迹 试图亡羊补牢 此举 正成了沈灵出逃的契机 三日后 一位乞丐突然出现在茶寺门前 借着启食的油头 偷偷往门缝里塞了张纸条 那纸条上写着一首打油诗 是当年五威将军写来哄沈灵玩的 只有他们这对爷孙知晓 沈灵大喜过望 认出外头的乞丐正是五威将军的心腹 对了几句暗语 商定此时出逃 到了约定的时间 两名五威将军的手下化妆成了负责运送士兵尸首的靖王军 推着装着尸体的板车途经查伺候相 沈灵趁机从狗洞钻出去与他们会合 临走前 她依依不舍地抱了抱我 哭着说 宝儿姐 喂姐姐 我不会忘记你们的 珍重 我把耳朵贴在院墙上 听着车车声被稀稀利利的小雨冲淡 一点点消失在街道尽头 忽然转身抱住了魏宁瑶 她懂我 顺着我的后背哄 宝儿姐 她会没事的 五威将军会赢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哄着哄着 她自己哭了起来 说 下雨了 下雨了 和掌柜的尸身仍挂在树上 任雨水冲刷 前路崎岖 沈灵他们能不能与五威将军团聚 仍是未知数 而且 徐姨娘惨死的那天 也是个阴雨天 我们哭了许久 最后抱在一起 昏昏沉沉地小气了片刻 再睁开眼 在这儿避难的姑娘们已经打扫好了屋子 熬了粥 给我的那碗里添了点红糖 年岁最大的一位姑娘拘谨地说 赵掌柜 这些时日多亏你了 若不是你 我们早就 我乔者 外头那些个兵都撤了 是不是 张药打完了呀 我挤出一抹下来 是啊 快要太平了 这群姑娘被憋坏了 叽叽喳喳地跟我聊了许久 有人惦念着在外流浪的父母 有人想着田里快成熟的稻谷 以及山上没来得及采摘的茶苗 我们这群庄护人大多看天吃饭 天 既是老天爷 也是那群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 上头跺一跺脚 就能踩死一片草民 我们终日跪着捧着碗 等他们大发慈悲从指缝里漏下点两种 可草民也有草民的骨气 守折一点点甜头 就能汇出仿佛近在咫尺的好日子 如今 我们守折一间小小的茶寺 相互依偎着 等太平 等来等去 深秋之际 终于传来了晋王吃了败仗的喜讯 据悉 五威将军宝刀未老 又有长公主的母族相助 打得晋王军节节败退 乃至起了内讧 不少人向朝廷投诚 争相揭发晋王一党的种种罪过 铁证如山 定远侯府自是逃不脱惩罚 但 定远侯早就携家带口地投奔了晋王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正跟晋王一起狼狈难逃 然而我怎么都没想到 意外居然出在了我身上 临眼之府带兵撤出了平安镇当天 我用仅剩的白面包了几个饺子 本想跟姑娘们一起好好庆祝一下 起料 茶寺的大门突然被撞开 一群府兵涌入 不由分说地架住了我 魏元洪沉遮脸站在门口 什么都没解释 指挥手 让随从们将我带走 魏宁瑶扑到我身上 死死抱折我的腰向外政 惊慌地吼道 魏元洪 你要干什么 其他姑娘们也纷纷撕扯起家丁的胳膊 喊 放开赵掌柜 放开他 争执中 盖莲被掀翻在地 洁白的饺子被踏得稀碎 几位姑娘被家丁用刀柄打得鼻血横飞 仍死死抓着他们的胳膊 拼命抢夺我 眼看争不过他们 魏元洪竟拔出了刀 指着一个被吓得娃娃大哭的女童 力声道 赵宝儿 让他们都散开 否刀刃的光晃得我一阵恍惚 盲惊慌地喊道 别管我 他不会伤我的 我们 我们是 我们是什么 我们不是家人 也称不上朋友 他当了我十年的主子 仅此而已 可那是十年啊 不是一年两年 是十年 魏元洪跟魏宁瑶一样 是我看着长大的 她在我心里永远是光风济月 温文尔雅的模样 她怎么 能对孩童拔刀相向 魏宁瑶抱得太紧了 府兵们认出她是侯府四小姐 不敢动粗 一时僵持不下 魏元洪失了耐心 干脆命手下把她跟我一起绑走 我俩被覆住双手 扔上了马车 在一众姑娘们的哭嚎声中 急迟远去 马车被赶得飞快 我挣不开绳子 手腕巨痛无比 魏宁瑶倒在座位上 气得直礼于打挺 魏元洪坐在我对面 迎着我愤恨的眼神 头越来越低 双手颤抖着放在膝盖上 钻紧 又松开 最后苦笑一声 说 那天 沈灵刺杀我的时候 我是清醒的 煞世间 我的浑身血液都结成了冰 魏元洪却没了下纹 直至马车驶上了山道 她忽然带着一抹哭腔说道 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宝儿姐 我真的一无所有了 马车一路南下 最终在临近边境的博州一带停了下来 我和魏宁瑶被安置在了一站中 门外有抚兵手遮 魏元洪在楼下低声与人攀谈 我揉着魏宁瑶被勒清了的手腕 皱眉偷听楼下的动静 却只听见了诱敌深入之类的字眼 魏宁瑶缩在我怀里 小声分析 再往南跑 可就到了叶国了 叶国跟咱打了十几年的仗 晋王他们不会是要携兵投奔敌国吧 不无这种可能 我撇向窗外 外头群山环绕 而山的另一头 就是叶国的地盘了 晋王逃得这般干脆 估摸着是早就准备好了退路 一晃三天过去了 魏元洪一直没有在露面 屋外有看守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令我和魏宁瑶寝食难安 简直快要被关封了 我着实想不明白魏元洪非要拖上我做什么 他在报复我吗? 报复我 藏起了沈灵 我可不觉得一个沈灵就能决定战局 晋王的失败是注定的 一个连儿子都交不好的人 怎么坐江山 魏宁瑶见我愁得满屋转 咬咬牙 拉住我的衣袖说 宝儿姐 其实 两年前 我长兄他想的你为妾 我爹大怒 罚了他家法 我恶然回首 你说什么 话音未落 魏元洪突然闯了进来 面色难看到似是要生吞了魏宁瑶 来人 把四小姐请出去 我忙护住魏宁瑶 对她怒目而逝 你胆敢伤她 我就跟你鱼死网破 魏元洪与我对视许久 终于颓丧地挥退了手下 关上屋门 聂儒道 宝儿姐 我有话跟你说 我皱眉反问道 你不会真想纳我为妾吧 他慌张地解释道 不 不是 我已劝动了父亲母亲 我 我想 娶你当正妻 我两眼一黑 差点没拍在魏宁瑶身上 魏宁瑶也气炸了 把我想说的话 一股脑全骂了出来 魏元洪 你脑子烧坏了吧 你现在是反贼 要诸九族掉脑袋的 你是多恨宝儿姐 才想拖着他一起死 魏元洪连忙辩驳道 晋王殿下的失利是暂时的 陛下子嗣不疯 太子轰逝 余下的几个皇子皆庸禄无为 皇太孙年幼 等陛下驾崩 他怎么可能斗得过晋王殿下 说着 他神情激动地上前抓我的胳膊 宝儿姐 再等等 陛下已经重病不起 等晋王殿下夺了江山 我会给你求个告命 我是真心的 当初我赶你出府 是为了让你恢复良极 我用力挥开他的手 怒声质问道 你问过我了吗? 魏元洪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愿意嫁给你啊? 魏元洪确实有自傲的本钱 他生得狼艳独绝 是无其二 乃无数规格女的梦中情郎 可我对他没有分毫而女私情 从一开始 我就清楚地意识到 我跟他不是一路人 我俩的身份有云泥之别 就算他并非烧傻了脑子一时兴起 而是真情实意地想娶我 又如何呢? 情爱可以是这世间最深重又最凉薄的东西 魏宁瑶曾为侯府四小姐 失了宠爱 照就被夫家戳磨的人不人鬼不鬼 我呢? 我没有母族傍身 嫁入高门 能不能苟活全靠夫家一句话 我赵宝儿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他为何非要跟我过不去 魏元红红遮掩 仓皇离去 我气得扔了个杯盏 砸在门上四分五裂 我想了一天一夜 也没想明白魏元红究竟看上我什么了 魏宁瑶把饭菜喂到我嘴边 我僵硬地喝了两口汤 恢复气力后 又想骂魏元红 这时 徒有一大群人涌入驿站 邀五喝六地抱怨着这驿站条件差 最后站在我门外大声嚷着 这间房谁住着呢? 门外的随从们迟疑地回答道 回世子爷的话 这间是为大人的家眷住着 那人阴阳怪气地讥笑了几声 魏大公子倒是好兴致 大敌当前 他还惦记着温香软玉 世子 魏宁瑶呼地站了起来 眼尾染上了一层赤红 我也反应了过来 在这破地方出现的世子 只能是晋王世子 晋王世子住进了我们隔壁的房间 房间隔音很差 他又是个大嗓门 在里头骂这个骂那个 吵得我耳朵发麻 我听见他的随从问他 世子 世子妃还等着您去接他 接什么接 晋王世子不耐烦地嚷嚷着 那个蠢女人 孩子都不会带 害得本世子的儿子生下来就夭折了 让他跟着娘家人好好待着吧 没休了他就不错了 晦气 又过了一会儿 魏元红进了隔壁屋子 与晋王世子攀谈了许久 尽管他极力压抑声音 晋王世子却是个没脑子的 大咧咧地把他们的计划全说了出来 原来 晋王见正面打不过五威将军 打算抱着山岭 拖上一年半载 拖到皇帝驾崩 朝堂大乱 而且 他早就跟叶国达成协议 叶国将援助他粮草 而等他登基为帝后 割十五座城池给叶国 有叶国的支持 他耗得起 我听得心惊肉跳 晋王这蒜盘子打得琵琶响响 却全然没想过老百姓的死活 魏元红也不敢苟同 苦口婆心地劝着 这样会失了民心 况且 掌公主的一万精兵不可小觑 晋王世子却懒得与他掰扯 拍着桌吼道 民心民心 一群渔民有什么可怕的 沈承因老了 一身的酒伤 够呛能熬过冬天 掌公主 掌公主算什么 区区女流之辈 此战 优势在我 魏元红还想再说些什么 晋王世子直接把他轰出了屋门 去去去 跟你的小美人亲热去吧 别来讨烦 我跟魏宁瑶耳语了一番 推开了屋门 魏元红正站在门外 尴尬地缩回要敲门的手 宝儿姐 我 我想出去溜达溜达 我白了他一眼 我快要被憋疯了 怎么 你想娶个疯婆娘吗 魏元红一正 旋即大喜过望 为我披上大肠 带着一群手下 出了驿站 驿站后头是一片荒山 我踏着干硬的杂草 漫不经心地折下手边纤细的树枝 问了个当初问过魏宁瑶的问题 为什么是我 魏元红双目寒情 叫我根本不敢与他对视 因为他这才高八斗的大公子突然有些词穷 吭吃半天憋出一句 我很羡慕魏宁瑶 我懵了 就听他缓声说着 你对他 真心地好 你对所有人 都是一片赤诚 世间真心最难得 我 我也想让你这般待我 我揪着身边的杂草和藤蔓 发泄式地折了折 问他 如果晋王输了 你当如何 他张了张嘴 落寞地回道 倘若晋王真的败了 我会放你走 给你足够的银子安身立命 但是宝儿姐 我这辈子没争过什么 唯独对你 我想争来试试 你不觉得你努力的方向有点扭曲吗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当真要跟着晋王一条路走到黑 若我求你呢 求你回头 魏元洪顺着我的视线 看向湍急的江水 神情枉然 凉酒后只是轻轻摇手 我知道 我劝不动他了 便不再言语 天地苍凉 他安静地跟在我身后 清扯我的衣袖 这次 我没再挥开他 直至秋风瑟瑟 我裹了裹大肠 说 明日就是我的生辰了 我想吃淮阳菜 他骤然抬起头 语气窘迫 这 这地界找不到做淮阳菜的厨子 我扬起一抹笑来 我来坐 咱们和世子爷好好喝一杯 毕竟日后 你要多仰仗他提携 说着 我又揪了一根红棕色的藤条 故作烂漫地晃着玩 我可好久没下过厨了 魏大少爷 你有口福了 魏元洪被逗笑了 好 宝儿姐 等咱们安定下来 我给你请上一群做淮阳菜的厨子 我俩说说笑小地回了一站 我借口疲乏 回屋歇息 他一步三回头地出了一站 说是要去买条新鲜的炉鱼 给我做菜 魏宁瑶等我等到望眼欲穿 我刚解开大厂 他就急吼吼地说 宝儿姐 你莫要答应他 定远侯和大夫人同意你过门 不过是想让你继续给魏家当牛做马 我点点他的脑门 把手中的藤条 以及藏在袖中的叶子 草根 一一放在桌上 他茫然地眨巴着眼 这是啥 我笑着说 杂草罢了 一日 我早早忙活着准备菜肴 这场宴 说是我的生辰宴 实则晋王世子才是主角 我有意卖好 魏元洪也乐得借花献佛 他倒是殷勤 给我买了一大堆礼物 还有新鲜的食材 全然不顾他现在跟着晋王一路逃难到南边境 脑袋拴在裤腰上 接下来怕是要三天饿九顿 做饭的时候 他一直粘着我想打下手 奈何始终帮不上忙 最后尴尬地看着魏宁瑶 帮我生火烧饭 善善地说 四妹妹 变了许多 魏宁瑶 头都没抬地回怼了句 宝儿姐教得好 若不是宝儿姐 我早就死了八百回了 魏元洪自讨没趣 转悠了半圈 忽然听见晋王世子又在闹腾着要找美人 对随从了又打又骂 他只好匆忙上楼去劝晋王世子收心 而我做完了饭菜 回屋换了套新衣裳 魏宁瑶为我挽发 忽然一别嘴 又想落金豆子 我盲夜了捏他的小脸 别哭 要开心些 他掠出一道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悉心地描了眉 补上些口汁 对镜感叹道 宝儿姐 我本想好好给你过一个生辰的 可是 礼物我有些拿不出手 我好奇地问 什么礼物 你给的总是最好的 他羞懒地嘀咕道 就是 那天你说想要的 可如今我思来想去 总觉得不太合适吧 我说啥了 我茫然地挣了挣发簪 心道我好像没跟你要过东西吧 没等我细想 魏元红在屋外唤我 宝儿姐 我 我来 我推开屋门 他呆愣地望了我一阵 面颊渐渐步上红云 小心翼翼地伸出手 我迟疑地将手递给他 他与我食指相握 掌心烫得我一哆嗦 我忍不住又多看了他几眼 他眼里藏着得偿所愿的心悦 拇指轻按我虎口处的一道疤 我忽然明白他为何对我动了情 这疤是为他留下的 他十二岁那年 不知瘦了哪个小顽固的窜躲 逃学去郊外塔清 定远侯知晓此事后 勃然大怒 命人将魏元红抓了回来 魏元红被罚贵院中 定远侯有闲不足 将桌上的瓷花瓶砸向了他 可他砸偏了一寸 那花瓶冲着魏元红的脑袋去了 是我扑过去拦住了花瓶 手背被溅起的瓷片划伤 落了疤 这对于我而言是件小事 因为那天 定远侯若是失手砸死了魏元红 我们这群下人都得跟着陪葬 我必须当个忠仆 可没成想 我的挺身而出 落在魏元红心里 竟滋生出了不该有的心思 魏元红紧紧牵着我的手 将我带入了晋王世子的屋中 晋王世子 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 早就坐在桌边大块躲移 那道清蒸鲁鱼 被他用筷子翻来覆去地倒了半天 已经烂糟得不成样子 我刚一进屋 他的视线就粘在了我的脸上 宛如臭于烂虾的内脏 滑腻到令人恶心 魏元红面色阴沉 拉着我坐下 借着身形 遮住了晋王世子的视线 晋王世子一脚踩着凳子 挟着膀子饶有兴趣地说道 魏大公子好口福啊 蔡美 人也美 不知这位美人如何称呼呀 不等我回话 魏元红已然斟满酒敬他 世子 请 晋王世子却不打算给他这个面子 一扶手 险些扫落酒杯 用筷子指着我嚷道 本世子只喝美人敬的酒 魏元红刚要发作 魏宁瑶突然推开了屋门 娇嘀嘀嘀地说 世子爷 你女来给您敬酒了 魏宁瑶生得逃腮性脸 只奄然一笑 就叫晋王世子神魂颠倒 魏元红大惊 隐隐觉察出有些不对 刚要起身拦他 魏宁瑶已经听听听地走到晋王世子身边 拿过魏元红手里的酒杯 来 世子爷 小女敬您 晋王世子一把握住了他的手 猛咽口水 魏宁瑶顺势将酒递到他嘴边 看他一饮而尽后 娇羞地掩面而笑 晋王世子搓着魏宁瑶的手 口齿不清地连声赞叹 魏大公子 你可真能藏啊 有如此绝色美人 也不说亮出来让本世子好声鉴赏鉴赏 魏元红急忙解释 她 她是我的四妹妹 不识礼数 叫世子笑话了 宁瑶 还不回去 晋王世子哪听得进去 冷哼道 什么四妹妹 本王怎么没见过她 怕不是你的情妹妹吧 魏宁瑶出嫁早 晋王世子自然没见过她 当然 她也不记得那个因她而死的徐姨娘 更不知魏宁瑶是徐姨娘的女儿 魏元红眼看着魏宁瑶都快贴在晋王世子身上了 伸手想拉开她 却被我攥住了胳膊 让她好好玩玩吧 我夹了一筷子菜 塞进她嘴里 吃吧 我特意为你做的 魏元红坐立不安地左顾右盼 最终在我的小意温柔中败下阵来 专注地对折我笑 晋王世子则在魏宁瑶的一声声 世子爷好厉害 世子爷再来一杯中迷失了自我 被灌了一杯又一杯的酒 迷迷糊糊地响揽魏宁瑶的肩膀 可她的胳膊突然僵直了 继而浑身抽搐 面容猙獰地捂着肚子 呲牙咧嘴了半天 挖得吐了一桌 魏元红厌恶地侧身避开 刚要换门外地随从扶世子去休息 却被我从背后还住 发簪抵在了喉咙上 长公子 我的声音冷若冰霜 你好好看着 看着乱臣贼子是什么下场 魏元红这才回过神来 惊恐地盯着晋王世子 眼见得他越抽越厉害 痛苦地抓闹着胸口 瞪着牛眼大口喘了几下 身子一晃砸在了桌子上 魏宁瑶提着她的后衣领子 把她扶正了 靠在椅子上 探了探她的鼻息 顿时畅快地笑出了眼泪 好死 魏元红浑精胆落 语无伦次地不停问我 你做了什么 宝儿姐 你疯了吗 你做了什么 放了把杂草罢了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脑袋 不过那杂草有个别名 叫雷公藤 雷公藤 剧毒 魏元红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少爷不知 一战外的那座山上 遍地都是毒草 我当着她的面 把毒草一点点捣碎 掺入了饭菜和酒水中 是她为了跟我独处 挥退了杂役们 给了我下毒的机会 是她让我宴请晋王世子 让我和魏宁瑶联手送这位尊贵的世子爷上西天 眼下晋王世子的手下们正在一楼喝酒划拳 晋王世子已经悄陌生地飞渡奈河桥了 魏元红该如何抉择 让你的手下背马 送我和宁瑶离开 我的簪子伸入了她的皮肤 要么就同归于尽吧 魏元红机遇站立不稳 颤声问我 宝儿姐 你从一开始就算计好了 你对我 当真没有半点的情意吗 情意还是有一点的 不然我不会为她吃下唯一一道没下毒的菜 可我俩隔着血海深仇 注定有缘无分 晋王和晋王世子手中的血债 除却何小花 何掌柜 徐姨娘 还有数不清的平民百姓 我们这群贱民啊 是乡间的杂草 平日里不起眼 但惹极了 也能堵死一桌人 魏元红到底妥协了 尖色地说道 走吧 赵宝儿 带着宁瑶走吧 我骑着魏元红的马 带着魏宁瑶 连夜出逃 一连跑了一个时辰 总算是藏进了茂密的山林中 我和魏宁瑶下了马 她扑通跪下 向着北方连磕了四个响头 气不成声 博舟荒凉 我们人生地不熟 不敢贸然下山 怕撞见晋王军 只能在山林中穿梭 靠野果冲击 夜里抱在一起 扛过寒冷长夜 魏宁瑶蜷缩在我怀里 她似是小了许多圈 又变回了当年那个与我躺在床上讲悄悄话的小姑娘 宝儿姐 你的生辰厌毁了 以后我要补给你 我满不在乎 其实我不知道自己的生辰 当年 你问我生辰时 我慌了 随口编了一个 她欢快地压了一声 太好了 那这次不算 正好我的生辰礼也拿不出手 等下了山 请个半仙给你挑个好的生辰八字 咱们重新过生辰 我笑她真是个小姑娘 总盯着生辰作甚 她一本正经地说 我能为你做的事不多 过生辰是一件 我哭笑不得 听者远处一声声地狼嚎 默默抱紧了她 走走藏藏了十几日后 我们翻过了山 看见了平原和村庄 然而不等我们下山 当日夜里 山谷对面的山岭上突然布满了摇曳的火把光点 缓慢地蔓延开来 我紧张地匍匐在地上 听者脚步声 估摸着这至少得有上千人 定然是晋王的兵马在此埋伏 魏宁瑶认真分析道 咱还没出博州的地界 如此大批的兵马 只能是晋王的 你看此处 前方是平原 两侧是山岭 晋王只要占据高处 并能重创朝廷军 我不由心慌意乱 对了 我先前听见魏元洪说什么要诱敌深入 这莫不是她出的主意 山上的火光一点点熄灭了 我们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往山下挪洞 生怕被敌人察觉 等走到了半山腰 魏宁瑶突然指着远处 急声道 宝儿姐 你看 又有人来了 我急目远望 发觉那又是一支军队 他们骑着高头大马 围首的将士身着银铠 身后红底黑字的帅棋烈烈招展 是五威将军的旗帜 魏宁瑶惊慌不安 怎么办 前面有埋伏啊 我也慌了神 眼看着五威将军的队伍要踏入了埋伏圈 魏宁瑶突然甩开了我的手 向山下狂奔 山坡陡峭 他脚下一滑 直接滚了下去 如一颗滚落的石子 被山石状的遍体鳞伤 尘土飞扬 树枝扯碎了他的衣衫 他跑丢了鞋 落在平地上后 挣扎着爬起来 不停挥动着双臂高喊 前方有埋伏 不要再走了 有埋伏 宁瑶 我没能抓住他 连滚带爬地摔下山坡 惊慌地伸出手 宁瑶 宁瑶 魏宁瑶没有停下 瘦弱的身影裹着沉溪 赤着脚 挥舞着衣衫上的布条 踏着一地碎石 听命呐喊 远处的银点越来越近了 他的呼声终于传向了远处 只听见一声长啸 五威将军极乐战马 抬手贺停了身后的大军 可下一瞬 身后骤然传来了箭矢破风的尖笑 我用尽全力向前扑去 却终是来不及了 一只羽箭直挺挺地袭来 擦过我的耳廓 没入了魏宁瑶的后背 我摔倒在地 数不清的箭矢落在我的身边 天上似是飘来了一朵橙色的云 降下一场雨 温热的雨滴泼洒在我脸上 兴田 宁瑶 魏宁瑶就倒在我的眼前 如被风吹断的芦苇 身上插着长剑 剑雨在风中轻轻颤抖 我的脑海一片空白 怎么会呢 她怎么敢跑出来的 她明明最胆小了 宁瑶 宁瑶 我艰难地爬了过去 把她护在身下 全成一团 纷乱的黑影吞没了我们 战鼓雷雷 喊杀声震撤云霄 魏宁瑶摊在我的怀里 长长地眼睫上挂着尘土 嘴唇吸动了半嗓 忽然笑了 说 不哭 不疼 我抱起她 亮亮呛呛地往前走 最终不知是谁将我俩拉上了马背 魏宁瑶的血随着颠簸不停泼洒在我身上 我想抱紧她 又怕弄疼了她 笨手笨脚地为她擦拭着脸上的尘土 她应是很疼 微皱着眉 脸上一点点湿了血色 颤颤地从怀中摸出遗物 塞进我手里 是一只木头簪子 上面刻着细小的桃花图案 簪体被打磨得光滑 我 我刻得不好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几乎要被马蹄踏碎了 想来 你应当 是逗我的 可是 我很笨哪 我 不敢不当真了 我忽然记起来了 那天她问我 想要什么生辰礼 我爷遇到 我想要桃花簪 我是开玩笑的 你怎么能当真呢 笨哪 太笨了 怎么会有这么笨的小姑娘啊 魏宁瑶似是困顿了 眼睫低垂 手指勾在我的袖子上 一遍遍换着 宝儿啊 恍如当年她下了私塾 我去接她回家 她勾着我的手指 一边蹦蹦跳跳地走着 一边喊 宝儿 宝儿 我就不厌其烦地回她 小姐 小姐 不对 我有名字 叫我宁瑶 宁瑶 好 宁瑶 宁瑶 桃花簪上坠着她的血 在我眼前 绽开了一束繁花 又猝然凋零 来不及挽回 只剩铺天盖地的血红色 扯碎了我的魂魄 宁瑶啊 宁瑶 她合上眼眸 不再回应 安静地睡着了 晋王兵败如山倒 她在山谷中埋伏五威将军不成 反被围困在山上 舌了大半兵马 随后 晋王世子的死讯传来 彻底击碎了她东山再起的信心 孤立无援之下 她率亲信冒险翻越高山 想投奔敌国 却被掌公主的兵马堵着国门围杀 被前后夹击的晋王心灰意冷 自吻江边 其部下坐鸟受散 长公主乘胜追击 四处平乱 短短一年 将晋王残党杀了个干干净净 我捡回了一条命 在五威将军的兵营中养了一阵子伤 被送回了平安镇 可是 我走时是两个人 回来时截然一身 我哭坐在窗边 呆滞地看外头渐渐有冷清 变得热闹 人来人往 花开花落 过了一场寒冬 再迎新春 我大病了一场 不记得许多事 镇子上的姑娘们自发地来照顾我 五威将军府 还派人来送了补品 可我的三魂七魄 没落回本体 飘飘荡荡地在空中徘徊 留下一句行尸走肉 我只记得 我弄丢了一个曾与我朝夕相伴的小姑娘 她与我十年欢愉 一场心碎 又陪了我一只桃花簪 不等我告诉她 我到底是爱她多一些 就匆忙走了 仿佛天上的仙子厌倦了人间的苦难 挥秀回了浪院摇池 没有回首 不知过了多少天 大街上突然传来了敲锣打鼓的喧嚣声 百姓们对凯旋的五威将军家道欢迎 鲜花散落满地 笑着 喊着 迎回了太平 五威将军在我的茶寺门前驻足 带着沈灵亲自来道谢 沈灵扑进我怀里 一声呼喊 将我的魂扯回了本体 宝儿姐 她毛茸茸的脑袋拱在我怀里 仗着年岁小 嚎啕大哭了一场 我下意识地抹扎着她的后背 哄道 别哭 可我自己却落了泪 我摊开手 看掌心的那只桃花簪 簪子尖扎在掌心 疼痛顺着食指爬上心脏 将我的形骸啃式地千疮百孔 我这条烂命苟延残喘地等到了改朝换代 沈灵始终陪着我 我们一起为何掌柜立了坟 将她跟何小花埋葬在一起 我们将在战乱中枉死的百姓们一一炼葬 把朝廷的救济银发到每一户手中 又一年初秋时 陛下驾崩了 京都诸四冠 各生中三万储 此为国丧 天下皆知 我却立于坟岗 手遮一人的坟 在坟前放下了最后一颗软松糖 沈灵牵着我的手 轻声说 宝儿姐 明天我要随祖父去京都 祖父说 要我带上你 她顿了顿 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的神情 有人想见你 不止一个 陛下驾崩后 不足五岁的皇长孙顺利继位 石泉落入了长公主的手中 她携右帝垂帘听政 雷厉风行地重振朝纲 梁家等各大世家 一朝倾倒 魏宁瑶的前婆母悔不当初 连道不该娶魏侍女 结果听闻魏宁瑶以身殉国立了大功 又嚷着囚陛下看在魏宁瑶曾是梁家妇的份上网开一面 奈何无人听她的胡言乱语 罪大恶极的定远侯府 却只被判了抄家流放 因刑罚太轻 惹得不少朝臣不满 但我知晓其中缘由 我随沈灵去了京都 入天牢见了魏元洪 她靠着石墙端正的作者 衣衫整洁 发际达理得一丝不苟 尽管四肢带着锁链 依旧如朗月清风 狱卒打开了牢门 我隔着石墓的距离 默默望着她 不知该说什么 直至她冲我扬起笑容 说 宝儿姐 你还愿意来见我 真是太好了 我顿感有一只大手 扼住了我的脖稿 令我呼吸不得 艰难地问她 为什么不早点回头呢 哪怕就早一点点 她依旧笑着 谋光溅暗 染上了一层雾气 我没得选哪 宝儿姐 我打生下来就没得选哪 晋王大势已去时 魏元洪把定远侯府的所有罪证都呈给了长公主 牵扯出了大半朝臣 成了长公主手中的利刃 定远侯京聚而亡 大夫人处住自尽 但长公主看在魏宁瑶为国捐躯 以及魏元洪认罪态度良好的份上 法外开恩 留下了定远侯府的血脉 只是 魏元洪担下了大半的罪名 不得不死 她不死 不足平民愤 无以稳沉心 魏元洪倚着墙壁 嘴角缓缓流下一行黑血 自言自语般呢喃着 宝儿姐 定远侯府 是一片沼泽 我不够勇敢 我逃不出去 定远侯府与晋王的勾结 根深蒂固 魏元洪自幼被教导入校出涕 担起整个家族 她做不到大义灭亲 放不下魏氏一族的荣耀 也没有勇气去抗争压在她身上的富为子刚 她只能清醒地沉沦 一点点步入死局 这样就好 只要你记得我就好 她因疼痛而额上生满了细汗 宝儿姐 我死后 把我一把火烧了 骨灰洒入江海 我 宁可从未 来过这人世间 我闭上双眼 僵硬地转过身去 一步步离开 她的呼吸声骤然急促 哽咽着哀求道 宝儿姐 我想吃糖 我的双脚顿如千军重 漠然发觉 我始终欠了她一颗糖 可是 宁咬死了 我的糖也没有了 我终究一步步离开了牢房 身后只于一声叹息 和锁链拉扯的轻响 我没料到 另一个想见我的人 是长公主 若按照京都男子的眼光 长公主生得不算美 她体态风鱼 生得五分难下 浓眉 宽醇 阔肩 肤色偏黑 可她使得一手好长枪 曾在千军万马中直取敌将首级 为百姓称赞 她的驸马是沈灵的亲舅舅 当初五威将军获罪 乃陛下忌惮长公主的锋芒 想断起羽翼 那只太子死了 晋王返了 长公主趁机把持朝政 逼得陛下不得不还武威将军清白 派她镇压晋王 她是个公于心计的女人 朝堂中不少重臣骂她是聘机私臣 亦有人猜测 是她害死了太子 但这又如何 我钦佩她 甘愿俯身跪拜 她扶起我 笑着问 赵姑娘 你如何看我 我想了又想 直到 你是女人 她眉头微挑 哦 只是如此 我不卑不亢地回道 如此 便已足够 她释然一笑 挟住了我的手 庄重地握紧 是啊 足够了 宝儿 到我身边来 长公主追封卫宁瑶为安乐郡主 又封武威将军为清平王 成了我朝为数不多的异姓王之一 而我被带入宫中 成了女官 我终是重走了一遍从乡间步入高门大院的路 只不过这一次 我坐在了更宽广的宫殿中 一切尘埃落定后 鬼使神差的 我回到了定远侯府 我从后墙翻了进去 这里一片死寂 处处透着衰败 侯府中人逃跑前 没来得及收拾诸多财物 那些熟悉的摆设被扔在院中 蒙上了一层灰 我来到了魏宁瑶和徐姨娘住过的小院 院中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 光秃秃的树枝上系着一方秋千 秋千是我亲手打的 绳索上缠着魏宁瑶喜欢的花头绳 恍惚间 我又回到了年少时 小院中郁郁葱葱 廊下摆着叉子烟红的花 魏宁瑶坐在秋千上 咯咯笑着 乳声乳气地喊 宝儿姐 高一些 高一些 徐姨娘打着团扇 坐在花坛旁浅笑燕然 余光里 刚下了私塾的魏元红提着一包糕点 缓步踏过小院的拱门 秋千荡呀荡 谷中鸟鸟 白云悠悠 我发上的桃花簪映着朝霞 跃出了四四方方的小院 被白鸽咸上了蓝天 他 他 他们 捧一束桃花 种在漫山遍野的坟营前 等白云苍狗 王朝轮转 等世童一律 天公地道 等花开 等他再从中笑